市民的生活、吃東西都是比較平衡、比較爽的東西 但是這點我沒有同意 因為在我們家人多多的宿舍 我們很多人都在我們嬌悠的這些東西 應該爽無關係 絕對爽無關係 為什麼我們今天雞人的市民 會變成提到第一名是因為我們吃爽 抵述我們的威動不好 所以我小聲來請教我們衛生局長 真的正是為了吃爽的東西再來抵述這項背景 報告張議員 這一篇腸道健康的調查是由台灣三個民間團體 一個是乳酸菌學會 一個是癌症基金會 還有一個營養經濟會 那他在全國調查是1,172名 年齡是從20到45歲 這個1,172名 他是全國的一個總數 但是就基隆市的人口375,000人 我們也在做調查 基本上要代表全部的基隆市民 375,000人 要抽樣 大概也要1,000多名 大概1,050名 至少要這個樣本 才能夠代表全部的一個基隆市 那不管他是怎麼樣的一個抽樣 他至少是隨機抽樣 還是我們可以作為參考 所以他得到兩個結論 第一個 腸道老化的年齡 他有他的一個定義 然後所以基隆排第一名 第二個 他認為在基隆各縣市 他結合了國建署各縣市 在基隆排在前面的是大腸洗肉 以及餵食道的逆流 所以他根據這個得到了一個結論 因為他的問捐是什麼 我們不知道 所以偏於酸味 但是根據他的最後 有歸納三個原因 他為什麼說國人腸道不健康 三個原因 一個是營養攝取不均 第二個是外食的習慣 第三個用吃來減壓力 根據這三個原因 其實我們有調查基隆市 就是整體市民的一個情況 那跟張議員報告 我們二十歲以上 我們午餐外食的習慣 高達快五十個percent 中島吃完後的五十八 那晚餐外食的 接近三十六個percent 差不多三分之一強 然後有吃點心的 用吃可以來代表說 用吃來疏解壓力 吃點心的習慣 差不多有三成 那在這邊報導要均衡飲食 可是在基隆市 那個蔬果 吃蔬果 每天吃兩碗的蔬果 只有三十個percent 那另外對於有喝咖啡 跟那個茶的習慣 在基隆市民大概有四成 我想是這幾個原因 尤其是外食 因為他是二十到四十五歲 他是二十到四十五歲 我們的調查是二十歲以上 如果換成了二十到四十五歲 我剛剛所報的比例會更高 所以基隆市大概這個腸道健康 影響到腸道機能 第一個大概就是那個外食的習慣太高了 另外喝茶喝咖啡的比例也很高 所以在整個如何去促進基隆市民的一個健康 第一個要均衡飲食 第二個是要良好的用餐習慣 第三個不要用吃來疏解壓力 要用運動來疏解壓力 那事實上基隆市衛生局這幾年 一直在各個社區衛生所結合社區一直在推動 我們希望市民有良好的生活習慣 有良好的居住環境 那麼這兩項就可以維持市民70%的健康 另外我們基隆市有一個做了十幾年的 社區合家班健康篩檢 我們透過這個檢查可以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另外我們跟中央也爭取到一個 慢性病管理的一個支持 所以有錢來做一個慢性病的一個管理 那慢性病是可以管理的 透過這幾個方式可以促進基隆市民健康 以上報告 好 謝謝我們我們的五局長 這個雙世世民 就是要有什麼 要有生活要進行 吃東西 要進行 好 這樣我就要在這裡開始 要來講我們的生活品質 所謂的生活品質 這個人 說實際 有一點 我是 我自己覺得有一點愛 怎麼愛 我們早上 你去這個火車頭 附近 你自己看 什麼會最多 你們說什麼會最多 摩特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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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些摩特車 就是有很多上班的人 一騎機車到飛車頭旁邊 機車要坐飛車 那邊坐國公園 要去哪裡 要去外館試探家 你知道那裡有多少人嗎 每一邊選舉 大家都會提出這個問題 提出這個問題 說我們駕駕駛有這麼多人 去外館試探家在上班 我請問 這樣他的生活品質會好嗎 早上最起碼 他要逼百人 帶起來一點半斤來準備 他的一點半斤 如果你在在地的我們的駕駛 他可以多睡一點半斤 但是他為了要去外館試 他要減睡一點半斤 你想呢 我們的品質會好嗎 如果有更加工夫的 自己晚上穿便當 但是現在我想很少啦 自己帶便當的很少 就像你剛才說外食 好 這些人去外面上班 還在外面外食 暗時 晚上回來跟駕駛 已經 八九點了 八九點了 他要吃飯 吃飽 你想呢 他有那個時間 他還要運動嗎 絕對不可能 所以 今天會宿題說 駕駛市 的市民 為等會這麼差 就是因為 我們沒有很好的環境 給人 這沒有很好的環境 是什麼人造成的 也不是你也不是我 當然大環境 有很大的影響 但是 駕駛市 暫時 是 法官市的人 都來駕駛在討吃 我們現在很多 駕駛有很多 宜蘭東雄會 廟裡的東雄會 什麼東雄會 什麼東雄會 一堆 那是標示什麼 標示他們早期 按外館市 來我們駕駛頭吃 你知道 那當時的駕駛 是 萬年驕傲 是萬年驕傲 說 大家都來駕駛頭 在討吃 但是 現出時 是 變成我們的主題 多多 要去外館市 在討吃 今天 我覺得說 我們 駕駛市政府 也要住一段 的決定 我們 是不是可以 創造更好的 讓人有 職業的機會 不要讓這些 主題 向外館市 來分布 因為這樣 就會順利 他們的生活品質不好 造成他們 外館的 這個 習慣 這樣 叫做 惡性巡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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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們不可以 說 今天是因為 我們的 飲食 要吃 症 所以 提出說 我們今天 雞蛋市 拿到這個第一名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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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 他們的 這個 檢查 說是 我們 雞蛋市的市民 因為是 吃生的習慣 所以 我們提出 我們的 惡党 這個 絕對我 給你鼓勵 不是這樣 再來就是我們的 壓力 壓力太大 為什麼壓力太大 最近 我說一個笑話 我說 我說兩年半了 我們家 會很多人來幫我 拚掃 為什麼 他說 林市長 每天都會 我來你們家 拚掃三年 不用錢 這句話我聽起來 是很大的 危機 為什麼 因為 說的那個人 全是我 雞蛋的人 林市長 這時候 只想喝一年半而已 為什麼 會 受到 這些 雞蛋 中 雞蛋 這些 朋友 對林市長 這種 都會不滿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他們已經受到壓力 什麼樣的壓力 生活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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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在這裡 我要來放 我們市政府的團隊 其實這句話 我們不能把他動作 他一直在開玩笑 因為 這個東西 不能讓他繼續 一直這樣 這樣 團下去 我們 我們知道 當時 李靖雄前市長 做市民 要來 競選連任 是 為了一句話 所以 他 選不掉 所以這句話 我在這裡 我也不要說出來 我相信我們在座 街頭行為去問一下 應該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我也沒有希望說 我們林市長 會 一樣 達到這種地步 因為 我非常 配合 我們林市長 的這個 擔心 他有很大的 膽識 他年輕 頭腦好 他有很大的 這個環境 但是 這不是用嘴說 要行動做出來 街人 很多的 這些市民 我們都知道 因為 展金 是這麼豐功的 一個社區 今天 變成 有這麼多 的市民 去外貫市 在討談 我們應該要好好 來做一個檢討 要好好來做一個檢討 所以 我在這裡 我要來 跟我們市政府 我們這些 局處長 大家 共同 來做一項 這個 檢討的工作 你們 大家 都 出國 非常非常 的 多 我們去國外 所看的 好的 我們可以拿回來 我們的 市 來做 很好的 這個 模範 但是 我這樣 出去外面 看得那麼多 也看得那麼多的市場 的建設 但是 有很多東西 人家說 適用的啦 適用的 有用 沒有適用的 沒有用 你去比較沒有 這個 人家的這個 所在 當然 他的空間 看不看不看 很看 那叫做 休閒啦 齁 但是 你如果 家裡的 所在 比如說 市場的 這個 環圍 地區 人家都說 什麼 我們都說 一句 傳統市場 什麼叫做傳統市場 傳統 這兩次 不用我再解釋 大家都聽 我們不是 超級市場 超級市場是什麼 超級啊 這兩次 我不用解釋 你們也都聽 所有的傳統市場 就是 很多很多 都是 拜 一些 他們 所政的 或是 市民自己政的 農民自己政的 這是因為 我是在做這個 水果的生理 我是在做這個 素材生理 我為外貫市 浸一擺 這些東西 但是 他們傳統 他們不像 超級市場 排到那裡漂亮 比較 比較亂 比較 比較亂 既然市 回去 我們的市場 差不多是 都傳統的 都傳統的 我們都知道 傳統市場 是 東西 比較多 東西 比較燙 所以 很多人都要去傳統市場買東西 但是傳統市場 它比較軟 它比較 爛 甚至 爛爛爛爛 所以 所以 我們的傳統市場 的附近 這些 都是一些 团圈 我跟你說 做团圈 是很艱苦的 真正 很艱苦的 大家 如果說 沒有生活 壓力 都想要來家 喝茶 喝咖啤 蒸 蒸 蒸 冷氣 大家沒想要 躺在那裡 泡沫 露面 但是 他們還想到什麼 想到政府 這個壓力 我今天 這台菜 這台魚 這台魚 這些東西 總買出去 我賺五百塊 總買出去 我賺五百塊 稍後 警察來 給我開一張盤 發這 千二塊 你看 那個人的心理 他怎麼想 他十多萬分 十多不萬 這個萬分不萬 這個萬分不萬 他會放在什麼人的心上 尤其還有一些人 加油 淺醋 哈 你的市長選不到 我 這樣 這件事 慘了 真正慘了 所以 我是要 大家 放我們 市政府團隊 大家 共同 因為這是你們的結論 不是市長自己一個人的結論 共同 大家來維持 這個社區 但是 我們也要照顧 這個社區 八生的生活 的生活 我們 市政府 有 五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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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張 七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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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這個 建設宿舍 我們 我們市政府 用 照標 標出去 我看那裡 差不多十枚 應該是十枚 沒多看 沒建設 沒中逢 空 一間 黑理 六禮 但是 你知道我們一個月表多少 一個月表多少 比101 附近 附近 比較貴喔 比101附近 比較貴喔 你看我們市長在笑 對不對 一個月有表到二十幾萬 對不對 哇 要想 那是什麼地點 什麼地點 一個月竟然有表到二十幾萬 佔金有辦法表到二十八萬 二十七萬二十八萬 啊 你看 生理人的頭腦是很聰明 人家說 台人的工作有人會去做啦 了解的生理沒人要 啊 但是呢 這個罪魁獲首是誰人 市政府嘛 是不是市政府 你今天不用 我最關 最關的 介紹 把你寫下去 你不要讓人一直表一直管嘛 你表到那麼高 我看八生 他要用什麼方法 來把他的儲稅錢探渡回來 當然 他要分組啊 他要分組出去 好啊 你一間十八的地方 他要分幾個 他才有法度 一天要賺萬二塊 很困難的 真正很困難的 所以 市地 那個地方 七經的範圍 當然 哇 慢慢死 慢慢死 都是疲倫 啊 啊 在北京呢 在北京是蘇林的 他看到說 喔 他這樣 排到這樣 這麼老的 我也可以這樣做啊 是不是 他也可以這樣做啊 所以 越來越多人 就這樣做嘛 因為他可以這樣做 我也可以這樣做啊 啊 這變做什麼 這變做就是市政府啊 那個 鄉秀嘛 咱是鄉秀耶 你不能怪說 八生是怎麼 東西排到這樣 鄉秀就是咱 今天是因為 我們的出歲前這麼多 小孩子 大家就知道說 羊毛是長在哪裡 不可能長在牛上啦 就是長在羊身上 柔毛是誰 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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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幫你處理 我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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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本嘛 這點 我希望說 我們市政府要好好來檢討 正經要好好來檢討 因為你們今天 造成八生的壓力 屬於 我們這裡的市長 的這個 酒瓶 才會變到 這麼 垃圾 又亂 但是 我們是希望說 我們這裡的市民好朋友 雖然要做生理 但是我們自己也要檢討 我們附近 這些本手 是不是有跟我們整理好 有經濟嗎 這樣 人才不會把我們檢討 因為 現在說實際 手機拿出來 很方便 好 檢討 一攤一攤一直檢討 我們也不能怪 警察 單位 說 啊 你是怎麼這樣一直來給我出席 沒辦法啊 沒辦法啊 因為 我如果說局長 檢討 檢討太多了 對不對 這我替局長說 檢討太多 檢討太多 我沒辦法啊 人一直檢討 我就要來出席啊 啊 這有做什麼 這有做惡性的循環 惡性的循環 所以我是希望說 我們 市政府 如果要去出席 這些疾犯的事 我們可以用 另外的方式 另外的方式 人們有怕我們就好啦 有怕我們就好 不用折到這樣 拔拔倒 還要緊幫你折 他如果看到警察來 他知道說 愛台人來啊 我愛緊走 這樣就好了嘛 我不是說 這些疾犯就是 就是對喔 他也是 可以去 正式的這個市場 來犯罪 但是 我們正式的市場 說實在 有幾個市場 有人要去 有幾個市場 也沒有人怕更高 為什麼 我甘願坐 腳踏的車 我正在安落區 我坐腳踏的車 我來出道區買 因為 現在是 緊記我的了解 我們出道的傳統市場 我們出道的傳統市場 生理非常地好 生理非常地好 因為那個地區啊 那個地區 它是地形的關係 因為地形的關係 所以 它肅定 可以有很多 很多 這些圍地 同我給這些 好朋友 大家來買東西 但是 這些圍地 也是大家都去 減用的 上下 騎樓 你去看 你去出道 每一間的上下 就排到滿滿 所以 我在這裡 就是要 建議我們市政府 很多事情 是 有路用的地方 大家要用 沒有路用的地方 錢請我 我也不會去那裡 使用 所以我們要做什麼工作 所以市政府要做一種 一種工作 就是 學做這個 店家 這個團員 好好來做 精力 不是叫做精頓 精力跟精頓不一樣 我精力就是 我的東西排到經濟 精頓呢 就是 去我便要給你開床 所以這個意義不一樣 意義不一樣 你不能看說 這些 這些 這些好朋友 他們都是很有感情的 尤其去街人這個地區 他們都很有感情 只要你對他好一點 他的十倍 百倍 會來幫你打賞 他雖然不是說用金錢來幫你打賞 但是 他用他的行動 來幫你打賞 那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我們市政府 要經營我們 街人市地區 有 會才會扮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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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我們市長 一定好好地要聽進去 其實很多建設 沒有錢是做沒有頭路 憲主席 說實在 對中央和地方 都是空空 每關市都欠錢 你說要去中央歐錢 我說這時候 看 認知市長看我 比較有辦法 沒有 那不 每關市 都是一樣 你要做更大的建設 有更困難 但是 我們雖然無法做更大的建設 來改變我們的嫁人市 但是 我們有辦法 讓這些市民的生活 來改變 市民的生活來改變 因為 市民 如果對你有信心 說出來的話 是好聽的話 他如果對你沒有信心 說出來的話 是難聽 不然難聽 又加油 疼錯 加油疼錯 所以這點 我是希望我們市政府團隊 大家 共同好好 來為了我們嫁人市 不是為了說市長要練任 唷 為了嫁人市 大家共同 來打招 啊 我在這裡 我要來跟各位探討一項事情 就是 我們都說 說 嫁人港 健港 健港 一百三十七年 啊 嫁人港 健港 一百三十七年 是一個 很難得的事情 啊 嫁人港 健港 一百三十七年 我們很多工作 很多工作 很多活動 都會去砍涉 砍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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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砍涉 砍涉 武安婦部的 這個 成員 到底是怎麼相反 他們 警人 禁止 三棟拔的車 啊 中正路 中正路 對 我們的 長榮貴冠 那段開始 一直跟我們的 這個 信一路 禁止 三棟拔的車輪 兩鄉的車禁止 二十四休息 啊 啊你知道啊 我們的 專保的這個 幽輪 幽輪啊 靠在哪裡 靠在當花 欸 啊當花 幽輪靠當花 啊幽輪 裡面 所有的補給的東西 哇我看 這要有工夫喔 什麼工夫 因為很多東西 都要車輪去載 嘛 他的本事 要怎麼來 換我們 啊你 自己禁止 相鄉的 車都 三棟拔 都不能 來走這條路 而且 中正路 那段 那段 也有很多 店 喔 也有很多 店 哇 啊這 這行 這行 這個 整個鎂鎂鎂鎂鎂鎂 哇 死啊 沒用誰 建設沒用 因為要怎樣 要走開 要看 計算 個人 啊 外觀車的不知道啊 街頭車的 本租車也好 宅急便也好 哇 大家說 開關開到哀哀叫 我想不到 我有跟我們的 理工理處長 探討這件事 說你們可以來申請啊 好 可以來申請 申請是一次 才是我申請下去 我這台車就可以走 每天可以走 或是我每次都要去申請 這樣你們麻煩我們也麻煩 這點我們都沒有 做一個探討 我們有做探討嗎 你們只是一直說 為了要保護 這個 冬花蓮華道路 你們說要保護冬花蓮華道路 冬花蓮華道路 是新的耶 這次才起好 而已 我們的冬花枸架 是微巧的 但是我常常看 噢 碰一聲 灰鬼倒去 哇 這不是不可以去的 真正有很矛盾 這條真正 冬花枸不可以走的路 噢 怎麼這樣 噢噢噢噢噢 真正 可以走的路 你把他冬花枸起來 我真的想不 所以我齁 這在這裡我要來請教 我們理處長 到底這是什麼原因 到底人家的業者 要怎麼來 申請 照有法度 來走這條路 請理處長 跟宇宙報告 就是這個 之前也是到宇宙那邊 也跟宇宙報告 就是 主要我們就是要保護 那個東岸高架橋 因為那個橋梁實在太老舊了 不是 不是那個聯外的新的那一條 東岸高架橋 對 東岸高架橋 一兩天 又 又 所以 它那個已經算 有點稍微巧 所以我們大車原則上是禁止它走 那為什麼要禁止一一路到 到那個 那個 那個信仪那邊的那個中證 就是因為 它直接 你沒辦法去 直接開去 你根本沒辦法去 去去去 擋它 所以原則上那一段會 會禁止 但是 如果是 那一附近的商家 像長榮啊 或是商店啊 像要洗缸還是什麼 都可以 你只要有一些契約 有任何證明文件 都可以 像那個 郵輪來的話 也是沒問題 照它的那個order 那就是說 看它的那個訂貨單 那可能是一天 或是一個星期 甚至半年 都可以 因為你有契約存在 就用那個東西 來跟我們申請 你有多長的時間 要使用到 我們都可以 像垃圾車也是一樣 你假設簽一年用 留那一年都可以用 所以我們會看看它的使用 只有那個實際需求的話 一定都可以使用 但是喔 你坐 但是 我感覺好像不是這樣 那垃圾車齁 你要去申請那個路關 有一點困難 才是有一點點困難 還是有一點困難 還是有一點困難 因為喔 我們處長 這項齁 你是不是可以用 比較方便的方式 比較方便的方式 不要說 我一個看到你那個 因為他為什麼 他看到 你知道他是在幹什麼 對不對 如果今天 你如果是本塑車 走那條路 以我們的判斷 啊 你這是有機 喔 在這個附近 收本塑 所以你市地 一定要走這條路 警察就不用他知道嘛 才變作人齁齁 一種 一種什麼 什麼心態 我說 頭照的心態 因為我有一天 我看到 兩隻車 就是一隻 拐車 還有一隻 遊覽車 對那裡過 欸 後面又對一隻 本塑車 我打電話 本塑車的老闆 我說 欸 你們這條路不是不能走 他說我那頭前 都兩台在走 我就要對後面 頭照了 頭照 我還要捱 這有叫頭照 那個人的心理 我跟妳說 頭照 那心理會怕 頭照 他說他就對頭照 他說他就看兩枝車在頭照 所以他對後面 我們可以頭照 這是我給你們一個建議 是不是 你們如果是這樣 你就整個公司 因為有三棟盤的車的人 他是真的是有在營業用 不然一般的家庭 還是很少有這種車両 政府就是有營業用的才有輸藥 這種東西什麼營業用 建築公司、託報公司 他們有這個輸藥 換他們公司 你給他們公費的資料 你們如果有輸藥 你們怎麼來申請 讓他們有一個比較方便的 可以處理通行政 可以處理通行政 如果這樣對我們市民朋友 他們可以比較公平 不然他們為了這個行政 就要大家這樣做這個 不公平的事情 用頭的這樣 這種就比較沒有 在這裡我還要請教 就是我們今天市政府 還有申請一個感規切進會 其實我們有需要 有需要 我有點不會反對 但是 我是要希望說 今天我們這個工業車進會 成立 我就是有一句話 我要跟各位說 人家說 棘手不遇勿施於人 到小孩沒想要做 不要去那裡 其實這件事 我是配合我們市長 市長有 有很大的魄力 很大的魄力 他今天來 又來設立 這個工業車進會 又來編這個衣裳 我們都知道 你們的衣裳 要經過 其他市集會 通過 我們才可以勝利 但是 市長 他有那個勇氣 他來編這個衣裳 他也知道 他也知道 這個衣裳變出來 一定會 引起一頓的方法 引起一頓的方法 為什麼呢 為什麼引起一頓的方法 因為 暫緊 要把這個 設政會 貼銷的時候 也是引起一頓的方法 也是引起一頓的方法 所以 我有時候說 人家說 路 是要 老一條 洗掉路 我們都知道 我們起床也是一樣 老後面路 要做什麼 自己走 萬里 如果有什麼 危險的事情 我們可以 來渡 但是 當時 那時候 有很多 我們議會 董事 完全 像 這個工業設政會 是 什麼 什麼派人 什麼派單位 無所不及的派位 都在那個議事 聽到裡面 共存 現在 我覺得 說 說人家話 都沒關係 但是說那些話 不能夠時 自己再煎 自己再煎 自己嘴片 喔這個嘴片 煎了 有夠大人 有夠大人 所以我是覺得 我們做人好事 你們做市政府的這個官員 你們要所做的事 也就要 就是說 人情老一山 日後好消化 那你們如果所有的人情 都這樣砸了 這樣後面 大家要近面 就吃牌 吃牌講 我聽我們議會的董事 常常在說一句話 他說 張暗 是這樣說到三名 抱歉 第二天 早上說 張暗 抱歉 所以啊 我放市政府 所有的 我們這些 好朋友 我都跟你們當作 大家是好朋友 所以喔 要叫我跟你們 唸 我是唸不出來 說實在 那麼多年來 大家看我的 這個 這個行為也好 這個公圍也好 我真少在跟唸 因為 我也要跟唸 真正 我自己最想起 因為一定很想起 所以我才會唸出來 自己很想起 會去應用我的董事 我沒有 我沒有 所以 在這裡 我是要 放說 我們今天 這個董事 紀念到 它又成立了 它又成立了 我們就好好 然後 利用這個 單位 的工齡 來發揮 更大 對市政府 對市政 有幫助的事情 有幫助的事情 這樣才不會 市民 來跟我們 看說 你們這些人 都是一樣 要愛 是愛到這樣 如果不愛 是躲在旁邊 這是 這樣就對我們來說 比較 比較 不適當 還有在這裡 我就是 因為 長的部署 看到 我們的 教育系統也出問題 教育系統也出問題 教育系統出問題 我們競然 有辦法 這個 幼教的 這個主任 把我們 公家的錢 拿去自己的落地 這個 這個行為 這個行為 只有 他自己一個人 做到 那個 那個單位 的那個 會計 都沒有 發見說 欸 錢收來 應該要 搞回來才對 為什麼 幾年多 都沒有看到 啊 什麼時候發見 我感覺 這個問題很大 我不知道 是不是只有那間學校這樣 才是 這麼多間的學校都這樣 啊 這個問題就很大 因為我是很不希望 說 在教育 這個單位裡面 發生這種問題 因為教育是最基本的這個行動 因為我看我們在座國有些年輕的 像我們年紀的差不多禮異廉遲 以前讀書很後門就看到禮異廉遲四年 早上坐下去第一就是要公民到處 但是現在好像沒有公民道德 沒有公民到處的這項座目 所以我要來請問我們教育處長 這個事情我們知道之後做怎麼處理 我們今天是單一的事件 才是有共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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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競爭都不知道 喔 這樣 這樣事情就正經大條 這樣事情就大條 我覺得 我們跟整的工作不是多久 但是整的工作我們就要清清楚楚 因為在看涉及的情 就這麼麻煩 這麼麻煩 尤其是在這個教育界 尤其是在這個教育界 我是比較不願意看到教育界 人好單位出問題 人好單位出問題 因為我小時候一直都在教育 這方面的家庭 很大 所以我看到 看到學長也好 看到老師也好 我都非常的尊重 都非常的尊重 所以我希望說 我們處長 絕對要注意 是不是只有這間學校 在這裡有百間學校 我們也要做一個 最多的調查 不管說 事情發生 處理掉這樣就好了 但是如果還有百間學校 有這種現象 這樣就比較不好 所以我是希望說 人好事情發生 絕對不是 不是偶然發生的 你看看 一百零四年 一百零五年了 這樣 這麼長的時間 有辦法 讓他這樣 放那麼久了 他都不會怕 都不會去跟董事 談過這件事 現在是 家庭的人 是不是他的家庭 家庭的狀況 沒理想 才是這樣 所以 這要好好去做一個了解 這不是說 我們的 教育單位出問題 我們還沒辦法 上誓去做一個 最後的處理 所以在這裡 我也要來跟各位做探討 還有一項就是 我們的火車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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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26億 做得很漂亮 做得很漂亮 但是有很多 很多朋友問我說 我們的火車頭在哪裡 在哪裡 我在那裡 他說那裡在哪裡 他說那裡就是只有那個 那個建築物 我說沒有喔 我們這個火車頭多漂亮 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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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到火車頭在哪裡 所以 這個看不到火車頭 我們要 怎樣 我們要 趕緊 想辦法 來 把我們 這麼漂亮的火車頭 要讓大家看 看不到 你看 你路的路的走 你看 火車頭在哪裡 十堆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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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地匯你要去走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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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四路上面 那個國家 喔 上面 喔 火車頭在哪裡 還有 我們的 亂亂火車頭 你們看過 亂亂火車頭 你們不要去那裡走過 齁 亂亂火車頭喔 它的 指標啊 亂亂 兩里喔 你看 這麼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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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一個 亂亂 這樣而已 其他都沒有了 我是希望說喔 我們喔 記得有那個火車頭 我們應該要 讓市民有 很明確 知道說 這就是亂亂火車頭 人家跟我問說 你們亂亂火車頭在哪裡 我說啊 那個喔 鑽江橋過去喔 啊 那個天橋 那就是亂亂火車頭 他又很趣喔 他沒有在賣票 他沒有賣票 你如果沒有那個卡齁齁 你什麼卡都可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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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錢的卡啦 一定要用那個 立錢的卡 沒有 沒有你沒辦法 那很奇怪耶 所以我說喔 為什麼 爲什麼 亂亂火車頭 曾經啊 曾經也是一個很大的火車頭 為什麼我們亂亂火車頭 做好 這樣這樣 去路 我都亂亂火車頭 那個標誌 就要 求水 求水 多一天你們去坐看看 欸 進去要刷卡喔 你不能進去 沒有那個 你就 你就 那個 檢測票 給你發 所以這一種喔 真正說 不方便的地方 我是希望說 很多 我們這些 建設 我們要做一項 什麼東西 我們要做 雙手 的 這個 檢討啦 不然 隔壇齁齁 人們常常在說 隔壇齁不便 不便 我說有啦 怎麼會不便 隔壇齁 變很多 變到火車頭 打不開了 怎麼會不便 所以希望說 我們 這些市政府 這些 這些主管 可以 共同 來為我們 隔壇齁來打拚 啊 很多 這個 東西 齁 我們 因為 經費的關係 我們無法 去拿很多 很多的錢 來做我們的市政建設 但是 我們可以用 另外的方式 雖然 如果沒有錢 人家說 沒有錢 衣服可以減買 我們拿骨衣來穿嘛 骨衣也很漂亮 骨衣 如果沒有穿的 拿來蓋 不用說一定 還要去買新的 什麼 那是說 我們如果沒有錢 那是 但是 市政還是一樣 但是 中央 沒有很多的經費 因為 每關市 大家都在 要沒有錢 不是只有隔壇市 所以我們 雖然 我們 沒有辦法 來做 比較大的建設 但是 我們可以 把我們的 鼓勇的建設 來做 比較好的 這個管理 比較好的管理 這樣 對我們來說 也是一種 改變 也是一種改變 啊 其實 街人人 很囂張 街人人很囂張 我是希望說 我們在座 對我們的市民 不可以太欺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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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們 如果對他們 有勝利 我相信 他們回應的 還是勝利 他們回應的 還是勝利 很多東西 我們不能說 我做的 就是一定對 但是 說出來的 做出來的事情 都是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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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很多事情 都是因為 大家 無了解 所以才會 引起 很多 無需要的五花 我也希望 我們 我們 在座公委 在這個 這麼困難 國家這麼困難 的 這個 市集 大家 為我們自己的 這個 國家來打拚 因為 政黨政黨 經濟 結束 所以我在這裡 非常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我們謝謝 我們張芳麗議員的 市政總之選 時間到 我們 現在休息五分鐘 下個階段 我們 呂美玲議員 市政總之選 往іє 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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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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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个 也经过 感谢观看 人家说 我们可以计算 感谢观看 那第二个 感谢观看 在整个 感谢观看 那个地方 感谢观看 我们的中 中正路 拿出来说 中正中 非常的光亮 重新鋪两次了 为什么中正路讲了这么多次 就是不补 他说 这个是不是一个阴谋 这个我帮他写下来 这个是 他说这个是不是一个阴谋 为了要换掉中正区所有的议员 不惜牺牲中正区市民 安全的行 平安的居的权益 可不可以请市长叔说看 也请我们处长叔说看 到底你是什么心态啊 这心态这不是我说的哦 这是脸书上人家写给我的哦 还有赛上面人家传给我的 我还不知道原来是有这样的阴谋 这样我也真的是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可不可以说明一下谢谢 跟女员说明 中正路这一段 大概路况非常不好 我们也知道 因为最主要的症结点 是我们污水下水道的北港市标 目前还在施工 然后之前因为管线迁移的问题 有自来水公司的问题 所以我们大概最近也透过市场的帮忙 大概水公司那边也承诺 大概所有的管线要迁移的部分 今年十月底之前管线会迁完 所以中正路这个区块 我们预计大概年底 整个北港市标的污水下水道 就会完工 因为当初的症结就是一条路 不要重复的挖埋 重复的铺设 所以我们等污水的部分做完之后 整段我们大概会去整个重庆跑步 然后目前的事半道路就是 最佳预算会去列三千五百万 就是从文化中心到统一医院 旧统一医院这一段 我们会先做 然后另外就是最佳预算也会列一部分 就从旧的现在的中正区公所 一直做到正病路口 大概污水角局部已经先立坑都立完了 不会再有挖埋动作的话 我们也会先进行来改善 以上说明 这么重要的路 然后你只做到你们这些官员经常走的 然后再从中正区公所做到正病路口 独独就是从这个中正区公所一直到安南桥 独独好是我住的地方 你是要利用这个道路 让我突然间发生什么是不是 怎么这么样的可恶呢 我还在想说为什么就是这一段 所以你在讲的是阴谋论 你这就是有阴谋的吗 你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把我们这一段 现在已经不是二等公民 现在是谋杀论了 对不对 就好像那个太阳花进入到行政院一样 对不对 警察挡起来现在说预谋杀人 我是不是可以告你预谋杀人 蛤 没有跟预言回报 那个路况不好的部分 该做局部的那些 对你讲的这句话 你如果 对如果你补的好 我都没话说 就是补不好啊 你没看我的FB上面吗 人家台北市补的像 这样子摸起来 我还在那边摸说 这是不用贴的 你去看我的FB上面 去讲到人家贴 人家怎么去补路面 我拿了一张名片 比一张名片还薄 我还去尝试的摸 我那时候还一直问我老公说 这是用贴的 不然都没疗分 难道我们不行吗 我们就只认为 又是人小的 司长我问你这一条道路 也就是说 从中正区公所 一直到 安南朝法国公布这一段 你什么时候可以做好 好 谢谢女议员的关心 我想所有的道路 所有市民都很关心 刚刚张代理处长 也有说明 那这个我们也不希望 就是说马路 不是 你现在只要告诉我 什么时候可以做好 你的官邸就已经铺两次 你那个官邸还没有多少车辆 对不对 你就已经铺两次了 说是每一次你在铺的时候 你们在铺你的那个的时候 就站在那边恨得咬咬咬的 为什么 不是恨你耶 我是恨自己没办法当市长啊 不然我也在我们家的路 把我把那些拨抨一拨 所以你只要告诉我 从中正路到这个 法国公布到底 什么时候可以好就好了 讲那些都没有用 对不对 最重要的是 你有办法给我一支名包 你现在告诉我 好我想刚刚张代理处长 已经有说了 这个北港市标 会在十月底前全部签完 那整個中正路 我們相信可以在今年底前 下去到可以完工 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做全路面的一個 所謂這個全路面 你還是給我一個期限好不好 什麼時候 說實在其他的 你都已經有了嘛 現在就是從中正區公所 一直到我的法國公墓 不是那不是我的啦 就是一直到法國公墓 請問一下什麼時候你可以鋪好 不然我要告你預謀殺人 明年的那個 六月到七月中間 我們會把它完成 今年的六月到七月 明年的六月到七月 好 那你現在可不可以再答應我一件事情 可不可以鋪平一點 我們另外有那個方正切割的標案 我們會盡量把它做到平整 如果每一次來的話 你都去摸一摸 看看它可不可以像用貼的一樣 可以嗎 可以齁 你可以嗎 可不可以點點頭啊 我會親自去的 你會去 好 謝謝喔 你還是站著喔 來 除了這個交通跟治安以外呢 實際上 交通還有一個 就是我們的停車位非常重要 我們請督發處喔 可不可以來告訴我們一下 我們的市長也非常重視 請上背巡台喔 我們的市長也非常的重視我們的這個停車位啊 而且我們知道說基隆市的停車位小 為什麼需要這麼多的停車位 因為我們的小特車有九萬輛 我們的機車呢有十八萬輛 我們現在的公有市場路邊停車加加起來 私人停車場加起來總共有103442個車位 這包括所有包括新豐街所有社區下面的停車場 停車位 那你但是呢我們剛才講到了你即使全部都加起來你的社區加起來就有1萬多的停車位 但是觀光我們的小型車量就有多少 我們自己的喔 我們給人不要說拿那個觀光客啦 我們就有九萬個機車更是18萬輛 所以停車位真的是非常的急迫 而且我們市長也很重視 我們市長呢在這個都審會指示研修修正什麼 都市設計審查規範 這是地方政府的內規 結果呢你們有講到未來大型的集合住宅 必須要一個戶一戶一車位 也就是所謂一戶一車位的政策 你必須要讓他落實跟這個這個執行 結果呢一戶一個車位還要1.3倍的機車位 那我想請問一下 如果真的實施了 這個局這個政策有沒有預約到中央的法規 我們現在目前的建築法規有做這樣的規範嗎 如果你不符合 如果我們的申請建造不符合 你就不發建造死造 請問一下 這個的話沒有違法之嫌嗎 那如果因為要這樣子建築的成本提高了 那就要讓我們的消費者來承擔 別的限制還沒有開始 實施我們又開始了 就好像你在收山坡地一樣 請問一下 這樣子的話 我們基隆年輕人可以買得起嗎 那基隆市的建幣力容量又那麼低 政策如果要實施的話 應該有配套措施 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報告呂議員 第一件事情是都市設計 那個建築執照的領取 跟都設計的部分 都設計在目前的那個 申請可以要做都省的 就建造要去做都省的部分 其實有面積跟規模的限制 那所以不是所有的建造都要進去做都設計 這第一點報告 然後第二點報告是說 那個現在都設計的原則的部分 在研修 我們研修的部分有都警官跟停車相關是沒有錯 可是這個部分正在研討 然後因為我們交代副處長要 要把整個全盤都去看好 然後再去做相關的實施 這第二點報告 第三個部分是應該 剛剛議員談的部分 其實這個部分應該是在都市計劃裡面 去做通販檢討要省慎為之 這部分我也請都市科他們在思考這些東西 要全面的去實施 去思考這件事情的時候 要去思考就剛剛議員談 全面性跟區位性 跟這個三波地質地質的部分的配套 我們都正在言行以上 所以呢你一戶一車位這個政策會執行嗎 會不會影響到他建造或使造的申請 會不會 那個如果他送都市設計審議的時候 因為那個相關委員交通務專家 還有交通幹事委員給的建議的時候 我們都希望那個建築師評估你之後就要提出來 這樣提出來的意思是什麼 你就是說如果他沒有這樣子的話 你們還是不給他建造跟使造 這是 這有沒有違法嘛 你只要告訴我 如果人家也跟著你提著行政宿願的話 你認為這個責任誰要來承擔 應該沒有違法的事情 這是在審議權裡面在審議的部分 你用技術的去打人家的使造跟建造 你認為這可以嗎 八號議員應該不是叫技術的部分 你這個是規範啊 你這個是內規啊 你這個是地方政府的內規嘛 都市審計審查規範不是一個行政的規定嗎 你行政的規定你可以在這個建築法規裡面 你可以違反嗎 八號議員現在主要就是在做都市設計的時候相關的 對都市設計的話也是要依法行政嘛 當你沒有依法行政的話你怎麼可以呢 你認為你弄一個非常大的帽子 如果我說今天為了國家安全限制你出境 可以嗎 這個帽子可以嗎 審議委員的話 你就讓這些審議委員的話來幫你們背書 反正人家是專家嘛 我是說如果提這個行政訴訟 你認為你會贏嗎 你好好的思考好了 然後你也用書面給我回答這個問題 那接著呢我還要再跟你談一個問題 就是都市更新不得不提到國家重大的建設 同時呢也是我們金融的門面 你也知道我要提的就是 火車站周遭金磚旗艦都更案 這個案子已經被擱置了十多年 那你知道為什麼會被擱置了十多年嗎 那三次前兩次是流標第三次是被標 那為什麼會流標 這麼好你知道不知道當初有四 國家有四個大案子 最好的一塊就是我們金融市這一塊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非常大 而且第二個它在市中心 第三個它百分之九十以上全部都是公有土地 它最好整合 所以它叫做金磚 可是現在呢它不是金磚了 它變成什麼三地 不是我說三地處 我說三地土床 也就是金磚現在變成黑床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告訴你好了 第二件是 你還是沒有辦法面對 那就是因為市長你也聽聽看 就是因為你把C2C3 在選舉的時候把C2C3給留下來了 C2C3變成了所謂文化創意觀光中心 所以這一塊西中堡 現在呢變成三地來庫 做三地來庫 西中堡本來可以做一套西中你知道嗎 那你就加上去 因為C2C3保留下來叫做所謂的文化創意觀光中心 所以做一套來庫 然後呢另外港務局有它自己的想法 又是一套也是來庫 因為沒辦法 不夠多啊 不夠大啊 另外台鐵它也有它自己的想法 所以都做三地來庫 西中堡你把它做是來庫 那不是會太打算 對不對 而且現在已經變成三頭馬車了啊 一個就是我們市政府啊 你一直想到什麼文化觀光創意產業啊 C2C3你就是要保留啊 所以人家一上來啊 不管是哪邊的港 遊客一上來就覺得 喔原來這就是我們二三十年前的光景啊 怎麼辦呢 三頭馬車你怎麼做呢 所以呢 在這邊我想要請問一下喔 救火車站 喔你改為成績轉運站 新站南口都跟 公辦都跟案 中一路開通案 國道審判跟公車站的共購案 整合是非常困難的 中央呢專案補助呢 也一再的拖延 請市政府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專案的這個實程表 到底是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我們基隆市的門面 才可以煥然一新 喔 才可以完成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因為你剛才一直跟我講流標 如果是好的東西 不會流標的 大巨蛋你看一下 科P怎麼整怎麼整 人家那個國外的 還是拿過來做啊 對不對 還是他住就 沒辦法啦 對不對 對啊 現在變這樣 可是人家還是來做啊 你說多難 可是我們這個是市中心耶 面對的海 這哪一個全世界 找不到這麼漂亮的一塊地 所以我就說啊 對啊 你點點頭你也贊成嘛 就是 他這是一座市中部 你現在可以做三座 三座 那不是很好笑 對不對 啊現在又變成三頭馬車了 你一直告訴我說啊 因為怎麼樣 可是我這個 這個我們都不要去講 我們就說 你可不可以訂出一個專案的時程 什麼時候可以完成 可不可以說說看 市長也可以請你說說看 那第一件事情 那個議員所講的 就是把大家切割那三個 有關的空間跟景觀 跟相關的基礎設施的配套 都沒有去做 這是真的是一個大問題 所以這個東西我們上任之後 我們很希望把這個做整合 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 就是成績轉運站這部分 跟交通部去那個 去申請的錢 我所知道現在是2億出頭的部分 然後現在正在做規劃設計 然後規劃設計 完了之後 就開始要做施工 那施工的那個 最後的完工時程 可不可以說一下 明年底 明年底 所以他不會拖延就是了 好 這個我們都有記錄的 然後呢 繼續 還有沒有 沒有 好 那市長你有沒有要補充說明的 市長補充說明一下 我想剛剛那個徐市長已經說明了 好 那記得喔 明年年底 來 我們現在呢 還要再講喔 請那個局長 警察局長喔 可以練習 上背巡談喔 百姓要安居 當然我剛剛講的 交通 有關 治安也是少不了喔 我們基隆的治安 一直都明列前嗎 我在想為這一次 遠見雜誌的民調加分不少 可是每一次的市長都是靠我們的治安來加分的喔 我們也知道我們的這個遠景啊 分為內情外情 我們的遠景有制服的 也有這個非制服的 那很可憐的就是現在整個的氛圍 對這個遠景是非常非常的這個不友善的 到處都是你要抓我 你就是有點預謀傷害 你要把我拔起來抓 所以你就預謀殺人 反正呢 到處都是這樣不友善的氛圍 但是呢 我們的遠景 尤其是我們行事增防的遠景 還是一樣 為了基隆的治安 為了百姓 所以呢 他們還是日以繼夜 他們犧牲了他們的睡眠 犧牲了他們的假期 犧牲了為家人 這個共處的時間 然後呢每一天啊 他甚至喔 甚至有的時候 為了偵查一件事情 他到了外縣市 長途的舟車勞頓 然後呢 不分日夜的 可是呢 我們覺得很可惜的 外面就對我們不友善 我們自己還在搞自己 對不對 我開著一個增防車 這個增防車可能已經很多年了 可能在路上動不動 我可能喔 欸 輪胎就沒了 可能油也加不太 因為馬上 欸 接到一個案子 馬上就要走了嘛 對不對 你還要加油啊 然後呢 你還要經過這個 如果今天從基隆 到了台中抓人 到了高雄去抓人 你可經過了很多站 現在我們叫做e-take 但是呢 回來的時候怎麼辦 在那邊可能沒睡 不用去住什麼汽車旅館 反正就握在那個增防車裡面 或者是就在電線桿旁邊 對不對 做搜尋做增防 結果呢 回來的時候 你說你加班費不可能嘛 對不對 你說你那個所謂的那個什麼 這個今天 這個不加班的今天 其實這個都 加加起來都沒有辦法去模模彼補這一塊 這也算了 老百姓 不是老百姓 我們這個原型也就算了 現在你連e-take的錢也要他自己出 為什麼 偶爾你e-take還沒有去繳的時候 還要有罰單 一張就是三百塊六百塊 然後油錢要漏的話 告訴你 你必須要證明 證明你有裝GPS嗎 有GPS 自己算什麼的話 還沒有你要去證明 你從哪一個點到哪一點 你的油費是多少 阿娘 你是要讓我 要儲什麼 對不對 那e-take你還要說 你要經過哪一個站 你自己還要舉證 那為了這個 我 欸 我抓人就已經抓了十萬火急了 我非常驚險 我今天就是為了這 兩三百塊 七百塊 一千塊 我乾脆自己出 那你覺得這樣子 可以理合理嗎 人家說 公欲善其次 必先利其器 我不知道欸 你看請荷包 是這樣看的吧 該看的不看 你不該看的一大堆 我想請問一下局長 真房車現在平均是多少的車零 第二個 你們的真房車為什麼 如果是長途的去真房 為什麼不抓e-take 你們為什麼這個 繁鎖的流程不簡化呢 如果這樣子的話 我也可以說不來啊 就好像國軍一樣啊 往後 國軍準備了兩件 平常的衣服 便服 幹什麼 當阿嬤阿嬤 人家穿著便服 槍口是怎樣 不是往前面 是往後面跑人 如果這樣的話 我警察我也不要這樣子啦 對不對 我就不要那麼拼死拼火啦 外面都已經不友善 你裡面還要去給他 還要去給他壓榨他 所以我想請問一下局長 你說怎麼辦 謝謝李玉座的指教 那在這邊也特別跟玉座做一個報告 跟說明 第一個我們真房車都有裝e-take 我們在106年12月開始e-take 之後我們就正式通報 給各單位要去安裝 每一輛 好那你去查 每一輛都有裝嗎 是因為我們也跟後勤客 我們了解過 那是不是有因為派換的新車 他們還沒有這個去安裝 我想如果有是個別性的 我們會請他們來安裝 那原則上我們是要求都要安裝 這第一點 第二點有關e-take這個經費 我們依照規定是可以回銷的 尤其在刑事人員的辦案來講 如果是事先簽准的一個特定的一個專案 他們可以申請辦案活動費 所以辦案活動費在這裡面核銷的時候 它只要檢去相關的單據 事實上e-take現在的這個核銷 也很方便 上網就可以了解它的這個費用 而且如果要致富可以到超商拿這個 這個收據它就可以來核銷 那這一部分 這個即使是沒有障礙核准 個別性的這個情業務 往返這個外縣市 這一部分我們每個月 累計一次他們可以來扣銷 所以基本上我們不會讓同仁自己去付錢 另外有關車輛的部分 我們的車輪都是七年派換 以目前來講相較於其他縣市 我們在這一方面 因為市府跟議會的支持 我們每一年都是依照這個使用的年限來汰換 所以本局目前的這個真房車的一個車況 相較其他縣市我想都是比較好 謝謝局長喔 有兩件事你去查明一下 第一個 是不是所有的真房車全部都安裝了e-take 第二個 是不是所有的人的e-take的罰單 都是都可以來核銷來報準喔 然後第三點 不好意思 可不可以去查一下真房車的車輪 跟你們這個局處 這個客室主管的車輪哪一個比較低 這個你回去就好了喔 這個非常辛苦了喔 好 雖然剛才講到了交通治安全部都好了 我們產業發展就少不了 來請產發處長喔 可不可以上來一下 百姓生活要更好的話 這個產業發展就是少不了了 現在我們也知道 國內的情勢是非常不好的 在不好的情況之下呢 這個又碰到了這個失業率 我們基隆的失業率是明年前嘛 處長你要不要跟我們說一下 我們基隆的失業率現在是多少 我知道了我們平均是百分之三點九一喔 這個全國百分之三點九一 然後基隆市呢 是這個 這個是明列前茅的 想請問一下 六月畢業草來了 我們是不是會更雪上加霜 我們現在有兩個 兩個這個我們說它是金雞母 也就是我們說是個大五輪工業區 跟六肚工業區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六肚跟大五輪工業區 你們招商招了多少 然後你市場就認到現在 在你有多少的產業進來 兩大工業區的經濟產值 提升了多少 失業率現在從新政府上來 降低了多少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請說 跟李議員報告 那個失業率的話 不是我廠方處在獨島 但是那個兩個工業區裡面的 廠商的部分呢 現在大五輪的話大概有六十一家 新的從新政府上任到現在 有新幾家 我所知道的話 大概有五家左右 有五家 四大五輪然後六肚工業區呢 六肚工業區 加起來五家 好像大概有五家 對 好 那因為他 這兩個工業區 這兩個工業區 大部分的話 土地都是私人的 實際上這個不是 市政府去招商 那我們是 你不是有招商科 市政府不用招商嗎 你要做什麼 你產發數那麼嚴喔 不是 我們改成工商發展科 工商發展科 對啊 那你還是要去招商啊 招商的話 現在我們就是說 可能要先盤點 好那我問你來 市長你搞不好說 整個金融市政府 有沒有招商的功能 需不需要招商 市長你說 當然需要 那招商哪一個科試 哪一個局處好了 我們先從局處開始 哪一個局處負責招商 招商有好幾個部分 第一個如果說是 不用你只要告訴我 有哪些局處 我想其實包括 因為我們也有許多的 你也不知道 連你也不知道 我們有許多的OT或者BOT的案子 我就問你嘛 主辦單位是哪一個嘛 那產發處當然是最主要 對嘛 其他當然也有 那就是產發處啊 處長你不負責 如果你不想要 你主管這個招商的話 跟你也報告 我並不是說不負責 好那沒關係 我現在問你 就給我書面打好不好 因為如果你這樣子 給我弄弄誰 我也不知道 第一個就是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兩大工業區 大五人工六堵工業區 他們的產值可以有多少 新政府上任以來的話 招商多少 然後他們的特色在哪裡 未來你們的發展的方向是哪邊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還有呢另外呢 工程會已經恢復了 對不對 未來呢 除了在商業跟觀光以外 他 你有提到 基隆合股狼帶 能夠為基隆市 帶來多少的工三廠職 跟就業的機會 你可不可以用書面 來報告一下 好那這一方面的話 我們在書面 如果盆整好的話 再送給那個基隆 好 謝謝喔 來 我們現在有一個喔 我是不太清楚 這個應該也是都發出的喔 可不可以告訴我 城上城總共有送了四件 然後第五次的時候 使照出來了 第四次的時候 其實他還有四項沒有完成 我不知道說 他 你可不可以現在就打電話去問 在104年的時候 我們使照每一件 平均每一件使照的完成 從送件掛號到完成 發使照的話 平均一件是花了多少時間 你現在打電話去問一下喔 然後你等一下再來告訴我 我再來問你 陳上城的事情 好 現在公務處喔 你也去談一下喔 去問一下 我不知道這一個 是不是你公務處的喔 去年蘇迪勒颱風來襲的時候 市長你不是動用的那個預備機嗎 好像4300萬嘛 然後你好像有跟中央在要的 專款專用對不對 是不是 好沒關係 你也去問一下喔 等一下我要問你 維修的內容跟當初 會看風災的損害的情形的內容 可不可以去問一下 那個是不是公務處 是嗎喔 你就去問一下 好 我現在再來問 陳發處 我幫你問一下 來 我還記得喔 我們董秋一直罵那個張市長 為什麼 他發了太多的電子油企業的這個證照 七十幾張 而且聽說七十幾張以外 還有十幾張在法院還在 還在那個審查 最近呢我們知道說 自從您市長上來以後 對這一塊跟我的理念非常的相近 我們都是反對的 而且我們非常的積極 也透過的這個 當然透過的警察局喔 大家非常執法的嚴謹 所以呢我們在這一塊呢 我們做的 本席認為是做的相當相當的好 那同時呢 抓到了以後呢 因為我們知道它是賭博性的電玩 所以我們依我們的自治條例 我們自治條例通過了對不對 那個第十七條對不對 啊三十一條對不對 所以呢 就因為違法的第十七條還有三十一條 結果呢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讓它停業 對嘛 所以我們也讓它停業了 然後第一審判決下來的時候呢 當然他們就是有罪的啊 可是因為還沒有確定 所以呢當然就是沒有辦法給它撤照 可是就很奇怪喔 我很多這個法界的朋友告訴我 我們基隆市政府出現了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 也就是當他們停業的時候 在還沒有判決還沒有確定 當然第一審判決已經下來了 他當然還有利用拖時間嘛 就是上訴就對了 這大家都也要走了啦 這種投機分子就是反而有錢嘛 就是上訴 上訴完了以後啊 還打行政訴訟 訴願 還是說我也要走 我也要訴願 我雙管齊下 我們學法律的都是這樣 反正走法律的邊緣 可是難道我們沒有法律顧問嗎 我們沒有法制式嗎 那按那一走 聽說你們就把它給付業了 就讓它付業了 對不對 你要知道這個東西怎麼可以呢 這依法也不行啊 一個訴願只是告訴你說 這個我記得以前在張市長時代 也曾經被我痛罵啊 人家只是跟你講說 依什麼 訴願委婚會叫你說依司法的裁定 司法的裁定也不是叫你違法的裁定 讓它付業啊 那這個都沒有關係 法治觀念那麼不懂也沒有關係 但是聽說繼承的公募員 怕要死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違法的啊 但是好像承受上面的壓力 我不知道齁 其實我不知道是來自你這一層的壓力 還是局處長的壓力 還是科長的壓力 反正就是有壓力 所以在這一方面喔 我是覺得 我們要去體恤基層的公務人員 因爲只有一份薪水 你施壓讓他做一個違法的事情 他還要靠這個微薄的薪水養家活口 你們這些上面的這個局處單位 尤其是政務官 跟著市長拍拍屁股 時機到了或者是感覺有點不妙的 拍拍屁股往中央去發展 可是基層的公務人員怎麼可能呢 上一屆我們知道發生的一些事情 市的都是市 都有不是市民党呢 都是那一些承辦人員 最大到科長而已 你想看他們有這麼大的忍耐嗎 所以我真的要奉勸喔 法界的朋友都搖搖頭 我不知道該怎麼講 但是呢 我要勉勵市長 對不對 你要 我尬此嘛 你要 站得起來嘛 對不對 在這一點上面 我跟你一定是一樣的 積極打擊 我們一起來 好不好 所以呢 你要去查一下 這到底是誰下的指令 讓他們來復業 而且呢 這個恐怕有違法的 的這個行為喔 你要注意一下 所以喔 你要知道現在啊 大家都為了自保 為了自保 可能有一些 大家 可能啊 大家 為了自保 也不敢這個 做得太過分 可是呢 他一定會保留什麼 所以我 我覺得這一點 我就必須要那個 欸 要提醒我們的市長 好 最後一件事情 剛才我教你們問的這些 包括陳上成 包括這個 這個都發出那個喔 你們用書面的回答我 好 陳上成怎麼回啊 用書面的回答 為什麼第四次跟第五次 有什麼不一樣 然後剛才還有一個 這個風災的事情 蘇迪勒颱風 當初我們會看的內容 跟現在 你做的要做的內容 你注意一下喔 有有 如果有違法的喔 你就好好的那個 你就用書面的回答給我喔 好 我們現在要討論的一件事情 市長 你還記得 我們建港一百三十週年 是不是 兩兩百萬個 其他的都可以回去了 喔 不好意思 來 市長 建港一百三十週年啊 我們 把你 這個 刪了兩百萬 所以你已經沒有這個經費了 但是 沒有經費喔 我們知道 現在啊 大部條子打起來 你那時候回答一些議員說 哎呀那個是幫那個 這個 幫那個什麼 幫港務局打 啊 可是呢 我們帶的文化中心 大的工房 那就是我們 那上面啊 都剩一個 基隆市政府 主辦 對不對 而且呢 也沒有 那個 港務局 我們 一百三十週年 來 來 我有些 沒有去 你看看 這麼多 這都是 這都有logo的喔 基隆 基隆建港一百三十週年 這也是 這張也是 這張裡面也是 這都是建港一百三十週年 來 這都是 這都是 建港一百三十週年 來 慶祝基隆建港一百三十週年 一大堆 這幾張 這差不多二十幾張 這也是 這也是 建港一百三十週年 這也是 基隆市 這也是 這一堆 一堆就對了 這都是 還有logo 這logo還不錯耶 建港一百三十週年 一大堆 一大堆 這也是 這都是 建港一百三十週年 這麼多 我們都給你刪了 你這個經費從哪裡來 聽說你還是由市長市主導的 要求客格科試配合 等一下主機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這個科目不合的話 你說這個可以合銷嗎 如果不可以合銷 是不是還像那個福洛侯一樣 你再做一些不樂之捐 然後呢 這苦了一些地方士孫 或者是企業主 市長你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這麼多 這個 建港一百三十週年 建港一百三十週年 這經費從哪裡來 這logo是怎麼出錢的 這logo是怎麼設計 這是 這個是誰 誰那個 先問主機 主機是回答一下 如果這個科目不合的話 因為沒有建港一百三十週年的科目 如果有人要用這個來跟你弄的話 他 他這麼多喔 這全部是建港一百三十週年 只要發 還有這些 這些文宣 全部都是建港一百三十週年 來問問你 這這樣可以合銷嗎 主機先回答 主機先請上備詢台 然後等一下跟回答我們一下 像這樣子 的文宣可以 以建港一百三十週年 可以合銷嗎 報告議員喔 那一個部分 因為那些活動 都是在105年度 預算都已經有變的活動 那今天他把那個 活動的部分 logo 一個基於建港一百三十週年的 logo的部分 那個部分的話 因為他是現有的活動的部分 那是屬於他文宣品的部分 所以他並沒有佔用到 他原來活動的經費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那個部分 是屬於他們的 所以就是可以掛羊頭賣狗肉 就是啊 不是因為他那個 現有文宣品部分 那你要掛的這個 基隆幹嘛 一百建港一百三十週年幹什麼 市長你是要補這個港務局的LP 還是說你今天 因為我們給你 給你刪了兩百萬 你就要跟我們的議長對抗 跟議長說 跟議長搶聲說 你看你給我刪兩百萬 我到現在還可以 我還可以利用這樣子 我以後來看一下審計到你過不過 對不對 這掛了這個東西都是叫做基隆市建港一百三十週年 每一個都是這樣子 你說這樣可以嗎 對不對 這個東西這樣可以嗎 你說可以喔 不是因為他現在那個 他現在那個整個 好那我問你 文化中心掛的那個扛棒 可以用什麼樣的經費來核銷 文化中心現在他掛了扛棒 也是建港一百三十週年喔 對他裡面有一個那個 他有 我記得印象中有掛三個嗎 那有一個是 對其中有一個就是建港一百三十週年 我其中兩個我沒有問你啊 對那個部分也有掛建港一百三十週年 可是問他主題活動的部分 主題活動就叫做建港一百三十週年喔 沒有沒有那個那個 所以啊 你們就掛羊頭賣狗肉來 市長你回答 這個是為什麼 你是怎樣 你是要跟我們技場搶聲嗎 還是整個基隆市議會把你的兩百萬刪掉 然後你就要搶聲 然後你這樣 你可不可以說一說 這個一百三十週年的這個預算 你是這樣玩的嗎 來說一下吧 好謝謝 林議員的錘詢 我想這個事情我已經說明了不下十次以上 第一個 我想在這個預算的部分 林也特別提到這個兩百萬 我想 這個兩百萬你不用講了 我現在是說你可以這樣子嗎 每一個活動都掛著 掛著一百三十週年 我的意思是說 你為什麼當我們把你刪掉 其實刪掉不是不讓你去慶祝 只是這個慶祝的主體應該是港務局 而不是我們基隆市政府 我們基隆市政府只是一個配角 你為什麼一定要去當主角 而且呢你為什麼一定要把所有的活動都掛著 建港一百三十週年 你會讓我們覺得你是要來搶屋市議會 我針對這一點來就好了好不好 我想第一點當然不是 那第二點 我想基隆市跟基隆港 純齒相依 有基隆港才有基隆市 有基隆市 基隆港才有 那你應該跟他要港務 港公圈啊 你跟他要港公圈 幫他去慶祝一百三十週年還好 對不對 我想我們不是 你幹嘛還那個 人不要讓你賜 你又去跟他們破LP 你這樣子的話 不是跟說不過去啊 純齒相依的話 是他要來保護你啊 對不對 他保護你的話 你可以去給他墨拜 沒有關係 問題他錢都還沒給你 你給他墨拜幹什麼 我想不是去啊 這個幫港務局來辦這個活動 我想我已經說明了 建港一百三十週年 港嘛 又不是建基隆市 又不是建城 一百三十週年 基隆沒有城啊 基隆只有這個港 對啊 啊所以啊 可是港現在已經跟我們分開那麼久了 對不對 所以呢 基隆港就是基隆港 基隆市就是基隆市 你一定要把它混在一起 那就是等到我們的小英總統 把基隆港化成像那個高雄港一樣 變成高雄市的一樣 都沒有關係啊 可是還沒有來之前的話 你只是 但是我的意思是你要跟他要港公圈嘛 高雄港跟也不是高雄市 你一直那麼愛基隆港的話 你就當基隆港務局局長就好啊 不用當我們基隆市市長嘛 啊不是現在不是基隆港務局 港務分公司董事長 啊這樣子也會對不起原來的董事長 我的意思是告訴你說 對不對 我們不用去做這樣的事情 我們可以站在基隆市的立場 我們為他慈禾沒有關係 對不對 我們當一個配角 我們不要反客為主 我們不要這樣子浪費了 那麼動員這麼多的局處 對不對 然後浪費了這麼多的心血 然後呢 就硬要在每一個地方再貼一個建港 130週年 啊這個LOGO LOGO設計要不要錢 你先回答這個 我想我們基隆市有城市行銷的相關的預算跟經濟 對嘛 這個還是要錢嘛 對不對 所以呢 欸 祖季 我問你 就 他有行 他用這個行銷的錢來做一個LOGO 叫Keylon基隆建港130週年 這何預算嗎 這個我們在預算裡面有變成是行銷的經費 那他根據這個 這個這個的經費 我們的經費 行銷的經費 我們有行銷這個嗎 有行銷基隆港建港100 Keylon基隆建港130週年 我們可以嗎 因為我們預算裡面有一些城市行銷的經費 這個又不是我們城市 我就跟你講 基隆港跟基隆市就不一樣 你你現在都問人家基隆港跟基隆市 你去問港務局 港 港務分公司的人 他願意當成你們基隆市的一部分嗎 我告訴你 他們恨得牙牙癢的 覺得很奇怪 我就是我 你就是你 你為什麼一定要把你 說實在難聽一點的是 你要坐在人家的大腿上面 對不對 遮住人家的臉 告訴他說 我現在基隆市是主體 怎麼可以這樣子呢 你行銷沒有關係啊 可是你可以這個行銷用來這裡嗎 主體 主體 你覺得可以嗎 你硬要瞎掰的話 掛羊頭 不要糟糕 我一直在你講 你一直都不承認 如果這樣子的話 那就是 那你 那你這個專業也是不足啊 對不對 如果這樣的話 任何一個預算都可以拿來挪用的 如果依照你這個說法 對不對 那也不會有罪啦 要定法律幹什麼 解釋就好了啊 那我們一直在講 恐龍進化成法官跟檢察官 難不成恐龍也進化成為主計人員了嗎 不可以這樣子的 市長 你剛才講說 你沒有嗆聲的意味 你可不可以再解釋一下 既然沒有嗆聲的意味 為什麼還要再做這些呢 你主客不分嘛 好 謝謝 我想基隆建港130週年 不是為了基隆港來慶祝 我剛剛講過 有基隆市才有基隆港 有基隆港才有基隆市 所以 這樣子的一個議題 其實它是一個 好如果這樣子的話 那你要不要慶祝那個 其他的這個所謂的中華民國 你要不要慶祝中華民國生日 明年 106年 那我們大肆宣傳啊 謝謝 我想 對不對 因為沒有 沒有中華民國怎麼會有基隆市 怎麼會有基隆港 對不對 你看到 不能看 我們尊重呂議員的意見 尊重我的意見是什麼 明年大肆慶祝是不是 尊重你的意見 好啊 尊重我的意見是什麼 我的意見是什麼 你告訴我 我的意見是什麼 尊重你表述的意見 我表述的意見是什麼 你要重複啊 不然的話 我表述的意見跟你 跟你經過耳朵聽到的意見 可能不一樣 你現在可不可以附送一遍 尊重呂議員 要慶祝國慶的意見 喔對 你終於知道有國慶 10月10日 中華民國開國紀念日是不是 不是啦 叫中華民國生日啊 對不對 那今年10月10日 你有特別舉辦嗎 有沒有寫著 有沒有設計logo叫做 叫做 叫做 叫做ROC 這個 這個 中華民國 建國 105年 有沒有 你有沒有這樣子 有沒有特別為這個 做一個行銷 有沒有啦 唉 實在是喔 所以啊 你就是 唉 可是沒有關係啦 這個喔 其實我也可以原諒你 對不對 第一次當事 大家都會那個 我非常感謝大家喔 今天 大家彼此的討論 那該給我書面回答 就給我書面回答 市長加油 為了電子遊戲業喔 我們要堅定立場 那我們也希望 讓主計人員 你也要加油 請你展現你的專業 喔 該有的 就給 不該給的 請你嚴加的監督 就像我們一樣 謝謝 好 謝謝我們呂美林旅議員 用心的問證 呃 我們現在休息五分鐘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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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個時段 由我們 鄭林清良 鄭林議員的 市政總執行 計時開始 謝謝議長 林市長 市府各局處處長 主管 我們媒體界的好朋友們 大家 早安大家好 那麼現在輪到我本席 市長市政總執行 那我想 市長這次的民調 那麼可以說是 並沒有調配財會 而進升到 要升到 第十五名 那麼我想 道路的交通 最後一名 也提升到第九名 那麼環保 跟觀光休閒 也進步到十一名 這是個佳績 那麼市民有感 是最重要的 所以好要更好 我們希望說能夠 所有的市府團隊 跟市長 跟我們議會們 大家共同努力 能夠要升到 因為市長有信心 要成為 把基隆市變為 全台最漂亮的城市 讓大家來拭目以待 只要有一些 更重要的一個 完成的一個建設 我相信 這個美貌一定成真 而且確實 基隆市應該是 最亮麗的一個城市 那麼 從我們市長的市政總報告裡面 有幾項的一個建設 我想必須我們提出來 大家共同努力 也希望我們局處的各單位 能夠共同努力 把這些項目 趕快的推動 那麼這些項目 像目前也已經在推動了 那麼只要大家 再努力一下 我相信這幾項的一個建設 能夠做好的話 相信基隆市是會更好更好 也讓大家市民 絕對會感受到 那麼第一點就是 我們市長經常在說 推動 基隆火車站周邊環境 及成績轉運站的一個工程 那麼我相信 在台北 在新火車站南口 廣場工程的部分 到目前還在停頓中 那麼火車站南口 周邊停車場的部分 我們也希望能夠 加速的來批建 基隆成績轉運站 我們也希望 我們市府方面 能夠在內政部 營建署 台鐵 鐵工局 還有國產署 以及港務局等 中央機構 針對著用地範圍規範 等工程 我們也希望能夠 密集的趕快協商 來處理 那麼原來火車站前面的 國道客運 神道客運 及試工車的系統 來竄結這個舊火車站 打造成一個崭新亮麗 舒適的城市環境 我想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是我們基隆市的門面 那這個門面 因為說實在 我們現在走到那裡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 整個地方火車站 跟我們前面的一個廣場 以及我們的海邊 海邊幾乎都是非常的雜亂無章 開過去的時候 車子開過去 或是看到一眼看過去 沒有覺得 就覺得非常很亂 目前還是很亂 所以我們希望 這個地方的一個改造 整個的一個 這個建設的一個方面的一個 整個變動 我們希望能夠 趕快趕快來處理 否則的話 只要走到那邊 大家都覺得 基隆市沒有變嘛 什麼變 還是這個樣子很亂 所以我想 在這個地方 我們希望市長 能夠加把勁 我們市政 總報告裡面 我們市長都報喜 不報憂 延當了許多的市政的建設 那目前還是在延當中 我想這幾項的一個報告 這幾項的一個建設 我們也希望能夠再加把勁 那麼我相信 這幾項的工作 能夠完成的話 我這四年來 市長的政績 不要有碰紅大尾一大堆 只要這些的工作做好的話 相信市民絕對會給你按個讚 那麼第一個 就是國民運動中心 從你第一次市政報告的時候 104年完工啟用 但是去年考察 7月份的時候正式要營運 那你去會看的時候 105年 又說105月 9月份才會營運 可是這個效率就很差了 那到現在目前為止 到國民運動中心 到底什麼時候才可以完成 我想這個運動中心完成之後 相信周遭附近 還有我們金融市市民的一些運動場合 那麼絕對是讓大家 絕對期望的 那麼第二 智慧型 城市還有思科投資案 在這次市政報告裡面 你完全不提智慧型 和思科報告的投資案 那麼去年11月的時候 你與這個思科簽訂 合作的備忘錄 那思科也答應 在本市篡立一個中心 來重大的建設投資案 但是你這次市政報告裡面 卻完全都沒有提到 是投資案開始負中呢 還是本市的智慧型程式推動難推動 我想要了解一下 到底情形如何 那麼這是第二項的一個智慧型程式 和思科投資案的一個問題 第三個 民生系指線 那個捷運可行性評估兩次流標 到現在還沒有標出去 那金融人的這個捷運的夢想 真的是又遙遙無疾 這第三項的一個 我們希望期盼的 林市長加把勁的一個問題 第四個 也就是剛剛我說的 金融火車站都更岸 和平島都更岸 兩個岸都沒有標出去 其中金融火車站都更岸 又被營建署又再推回來了 那推回來之後 我們到底 我們市政府這邊 到底如何的營運做法 那麼也不知道 我們市長到底要自己辦 那麼市長這個個案到底是 要不要推 那麼我希望 我剛才有說過 我們希望這一點是 接連這個 成績轉運站的 這個 都很 接連轉運站 我相信這是很重要的一個門面 第五個 中正公園服務中心的OT案 我想目前 也是第二次招標都流標了 你也報告的原因 就是本席 我記得去年的時候 五月 似乎還大張旗鼓的召開 基隆地區 在基隆地區 促山商議做堂會 跟現場也邀請了二十多位的商商來參加 我想這些進度 超商的進度又如何呢 這幾個 這幾樣 我希望我們市政府 市長及市政府方面 重要的幾項的一個 個人覺得 就是必須要馬上進展 馬上做的一個項目 我希望市長能夠說明一下 對於上面的幾項的一個 你覺得進度 跟你的做法 跟看法 如何 請你說明一下 謝謝 好 非常謝謝鄭林議員 這個非常深入的一個詢問 我想這個 第一點就是鄭林議員有提到 好還要更好 我想這一點我非常的認同 我們市府團隊也會繼續來努力 那鄭林議員垂群道 有關於火車站跟成績轉運站 的一個進度 那目前初步已經完成規劃設計 那這個匡列的預算是兩億一千萬 那未來我們開始下半年來執行 發包的工作 我們期待 這部分在明年底左右 我們希望能夠順利的來完成 成績轉運站的一個建制 第二個是火車站的一個南口 火車站的南口現在正在做的是 電梯跟電斧梯 這最重要的是要解決我們很多長輩 要進到火車站這個很不方便 都要爬樓梯上下樓梯 那這個需要拿東西 非常的不方便 那這部分目前應該已經差不多完工了 那只要經過最後的一些安全的檢驗的一個過程 相信就可以開始來啟用 那接下來就是要火車站 舊的火車站這邊 原本的通道 就如果要啟用的話 就是要封閉 那從這個原本的月台來銜接到 新的這個電梯跟電幅梯口 就可以直接上到火車站的南站 這是第二個 至於火車站南站南口的廣場 這一部分現在已經完成規劃跟設計 這是鐵工局的一個案子 那我們市府也參與 那完成規劃跟設計之後 我們也是希望 現在預計是在明年的8月份 明年年中左右能夠完工 那另外是火車站南口 我們有跟鐵工局要求規劃停車場 這部分是有五六十個汽車停車位 那有六百多個汽車的摩托車的停車位 這部分會在今年的8月底左右 會完工 所以這個大概是火車站 周邊地區的一個騎乘 那以的確像正義議員講 因為現在有一些工作正在進行 那這個附近 它這個還是不是一個很 這個完成或者有序的一個狀況 這部分我們會來注意 那另外是有幾個案子 進度不是很理想 就是如同你所提到的國民運動中心 那原定的規劃OT 是希望在9月份能夠營運 那目前大致的工程已經完工 那公務處正在做後續 跟交易處正在做這個最後的一個 驗收的一個工作 那不過我上次在去視察的時候 我有特別提到 因為過去這個案子 因為經費上的一個限制 那也產生它在規劃設計上 有很多的一個障礙 那所以我去看的時候 我也特別要求 一定要用最嚴格的一個標準 來做這個品質的驗收 那如果有做得不好的部分 該敲掉重做就要敲掉重做 我想這是我們堅持的一個原則 當然我們非常希望能夠盡快的來啟用 不過整個的一個結構 或者整個的一個建設 我想還是要要求到最高的一個品質 不然之後營運之後再產生問題 我想那個到時候要來收拾就會更麻煩 就可能會像之前這個 人愛區公所下面的那個游泳池 一樣的一個情形 我們不希望這樣的狀況 未來再次發生 所以這是國民運動中心的部分 另外是有關於智慧城市的一個推動 智慧城市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課題 我們去年10月份左右跟思科來簽合作備忘錄 是希望藉由他們的一些經驗 來協助我們市政府來推動智慧城市相關的工作 那另外一個是我們在之前就有跟中華電信 這個是我們經濟部工業局的一個案子 來推動包括智慧商旅、智慧交通等等有四個案子 這部分的這個計畫已經初步完成 那跟思科的合作的部分 現在繼續還在洽談當中 那另外就是這個新創的中心 或者新創的辦公室要設立 其實也不是一觸可擊 它可能還要經過包括規劃 然後包括籌備等等的一個過程 不是說要進駐或者要設就馬上可以設的 那這部分我們還在繼續努力當中 這是第二點 第三是我們在智慧城市的工作上 立即有在執行的是包括我們海洋廣場的一個 City Wi-Fi的一個建設 這部分也並著海洋廣場的一個更新 那會來完成 那我們智慧市呢 對於智慧城市 因為智慧城市的面向太多太多了 那我們盤點了自己的一個資源 還有我們的一個人力還有專業的狀態 我們認為對智慧市最好的一個做法 可能是從這個智慧城市裡面的教育的部分來推動 那特別是我在今年也有特別指示我們教育處 怎麼樣讓我們智慧市的教室還有校園的環境 能夠及早智慧化 那所以除了我們自己的一些規劃跟原有就有的一些經費之外 我們也積極的向民間來爭取相關的資源 包括去年Samsung有給我們智慧市一間智慧教室 這是在仁愛國小 那另外呢我們也跟微軟在洽談 應該有三間的未來教室、未來校園 會來進駐到我們智慧市的校園的環境裡面 另外我們也跟幾個比較大的一些基金會 比如說像和塑跟華碩等等 來讓他們了解說我們智慧市在智慧教育的這一塊 提升我們教育的環境 改善教育的一個品質的一個努力 來爭取相關的這些基金會 給我們在這部分的一個協助 我想這是我們在智慧城市部分所做的一個努力 因為它的面向太多了 我們希望把它集中在教育這一塊 那集中資源、集中能力 我們比較容易做出成績來 特別是我們智慧市跟其他職下市 相較之下我們資源是有限的 所以我希望是說用集中資源再教育這一塊 我想這個比較容易看到成果 另外是民生細紙縣的一個 所謂的可行性的一個評估 我想之前在大會的報告上我已經有說明 我就不再贅述 另外是火車站的都更案要不要推 這個一定要推 而且如果中央願意把這個更新案 重新回到市政府、回到集中市來主導 我想這會成為我一個非常重要要推動的重點的工作 不過這個有個前提就是 因為內政部營建署在這個更新案 它的相關前期的規劃的作業費裡面 說實在營建署已經把它花得差不多了 所以未來如果這個案子要重新回到集中市的話 我會要求中央政府要給人給錢 而且必須成立一個專案辦公室 由國發會來協助我們集中市政府 來核阻這個專案辦公室來推動這個案子 才有辦法真正往前面來走 那另外是和平島的都更案 我想等一下請我們都化處徐數長 來做補充的一個說明 另外是中正公園的OT案 這部分我請明證處來做說明 那另外是剛剛鄭林議員有提到 去年辦的一個招商的一個說明會 那個最主要是針對我們在去年底 所做的那個東岸停車場 以及商場的ROT的案子 以那個為主體 當然還有其他的 包括去年有特別提到同軍的露營場的這一部分 那但是是以那個東岸的那個停車場作為主體 我想做以上的一個說明 謝謝 那接下來是不是請我們都化處來說明一下 和平島的更新案 那也請明證處來報告一下中正公園的OT案 我想和平島的都更案跟中正公園的這個OT案 我們就去用書面報告好嗎 好 謝謝 那我希望說市長 尤其那個火車站前的都更案 那我希望說那個 你要像營建署要爭取錢跟爭取人事 還有給你辦公室的所有的經費 我想這是一定要的 我們希望你能夠加把勁 那麼該向中央爭取的錢 我們希望市長能夠盡量去爭取 然後地方上的一個配合 我們也希望能夠趕快把這幾個案子做好之後 我相信你的不管做好沒做好 反正你有這樣子的一個定案 相信基隆市市民絕對會看得到的 在這邊謝謝市長的這個答訊 那麼在這邊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目前那個大五輪工業區 目前我相信我們都現在積極的在轉型 轉型為觀光工廠 那麼現在目前所發展的 我相信目前有液態企業的那個 液態衛藝觀光工廠 還有圓章玻璃的圓章玻璃科技館 那麼耀吉食品的海滋味火車文化館 以及道右這個貿易的炎燈能量館 那麼未來還有設置的工廠 還有漁品仙食品 這個漁品仙漁的觀光工廠 還有萬通食品的鳳梨酥觀光工廠 以及我們服役食材的食材教育館 我想這裡面有包含了吃的海滋味 還有海品仙還有鳳梨酥這些 還有看的不管大衛 液態的衛藝觀光工廠 現在已經幾乎大概所有的觀光客 有許多的觀光客都會到那裡去了解去參觀 那麼也聽說在這個工業區的後面 大概有十幾甲地也好像有一個休閒福利園區也要住進 所以我想這個地方這一塊 我也希望市長能夠好好的去花費 去好好的去把整個的一個轉型的觀光工廠 好好的去協助他們 那麼也希望就是說 所有的遊客 不管到新北市也好 到我們基隆市也好 那麼第一個 遼高下來的時候 就在這個大五輪工業區裡面 住進了解幾個工廠 其實我們現在到外縣市去 我們也曾經到過博覽咖啡 區域裡面喝杯咖啡 說實在的 在裡面也用了 也買了杯咖啡 也在那邊用了咖啡之後 我們也覺得就是說 在這個地方的一個整個的發展 不單單去參觀他們 那麼還可以在那邊用一些 買一些貨品 買一些咖啡回去 那麼甚至有很多很多的店 我們也曾經參觀過 我們覺得是非常好 一車一車的帶到那邊的地方去 所以這個轉型的觀光工廠 我們希望市長 還有我們這個應該加把勁 但是我們最近就是說 這個利清辦合場 這個也想住進 我想這一點 現在很多的不單單 工廠裡面的人 以及外面的市民 甚至於大五輪區的市民 大家都很關心 我們希望就是說 我們期待大五輪觀光工廠 能夠這個好跟非常的好 但是我們不希望這個有污染的 這個業者 有污染的工廠近住進 所以市民很關心 要我必須請市長說明一下 到底這個利清辦合場 當然我們環保局這邊 雖然可以核准的設廠 但是我們不希望它住進裡面去 不希望它住進裡面去 所以我要請市長 能夠說明一下 到底利清辦合場 會不會在這個地方 能夠在住進 這個工廠在這邊做 我們希望市長能夠說明一下 好 謝謝政寧議員的垂詢 第一點 環保局並沒有核准 這個廠商 所謂的利清辦合場 設廠 它是針對他們的房屋的那些設備 是否合格來做審查 這是環保局的職責的部分 它不是准它設廠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在之前其實也公開宣示過 其實因為基隆市地小人稠 那特別是工業區的土地 是非常珍貴的 我們希望是有效益的 而且是高產值 或者說可以提供很多就業的機會 這樣的產業來進駐 那這個利清的辦合場 說實在我們並不歡迎 那所以呢 這個核准設廠的部分 是在我們產發處的一個權責 那這部分 我想基本上 我們不希望它來設廠 我們原則上 它當然可以來申請 但是我們其實是不希望它在這邊設廠 以上報告 謝謝 我們產發處也好 我們環保局也好 對這個高污染性的這個工廠 要出境的話 我們必須要嚴格的審核 而且不歡迎 絕對不歡迎 我們希望能夠再注意一下 當然不是只有這個利清辦合場 或許還有它混淵模組的進去之後 設廠 但是到最後它做的 並不是它所申請的項目相同 所以這一點 我們希望這個 產發處跟我們環保局 必須要注意 我們絕對不要有這個污染的工廠設計 那這是我們工業區的部分 那我想請問一下我們社會處 我們處長 請問一下新手兩個字怎麼解釋 新手 新的手 這兩個字怎麼解釋 請你解釋一下 謝謝 回覆這個正寧議員 一般來講 新手在定義上就是第一次 新鮮人 大概是這個意思 一般來講 好謝謝 那新手既然是第一次 也是新鮮 那我想請問一下 這一次我們魔幻母親的表揚 有表揚新手 這個媽媽的一個表揚 要知道 這個新手 幾乎就是新手 很多 很多新手的媽媽打電話問我 我也是新手 我怎麼沒有受到表揚 但是我們從七區的新手 這個表揚媽媽這個裡面 我們看得到 有的已經三個孩子 有的已經五個孩子 有的生了之後 給保母帶 當然第一次這個表揚 我們所找的這個成員 並不是 到底是怎麼樣 不太清楚 因為說實在的 取公所方面 接到這個要新手媽媽的一個 他們也無從做起 所以就是 可能就是覺得說 比較認識的 就用一用就好了 敷衍敷衍就好了 我覺得這個 非常不好的一個政策 也不好的一個表揚大會 新手媽媽接到 他們也覺得說 抱歉 我也生三個 兩個都已經一個 七歲一個五歲 然後再生一個 那也是新手媽媽 所以這個標準 到底在什麼樣子標準 讓人家覺得很無煞煞 所以我說 你這個新手媽媽的表揚 我是覺得 你倒不如 所有的新手媽媽 一視同仁 因為他們都是新手 新手媽媽應該第一次 生孩子的 生產的一個婦女 那你乾脆 第一次生產的婦女 你就乾脆 再多花一萬塊錢給他們 大家都一視同仁 都有拿到 拿到禮物 拿到錢 這個表揚 又有什麼意義呢 你說又有什麼意義呢 或者你就是 所有的新手媽媽 給你們奶粉 尿布 或什麼 送給他們 每一個都有 來鼓勵他們 繼續再生 或者鼓勵他們 希望他們結婚之後 趕快生產 對不對 讓這個新手媽媽 表揚出去之後 我們發覺 看一看 我所有看看那些資料 幾乎都是 是 生兩三個的 或者是幾個的 這個沒有意義嘛 我覺得沒有意義 但我一直在建議 像目前 目前我們的原住民 有原住民 這個母親的表揚 原住民有 原住民母親的表揚 現在原住民目前 九千多人 女生是四千 四五千人 我們新住民 的婦女 現在目前 幾乎是 一萬七百二十個人 有這麼多人 新住民的這個婦女 真的 嫁到我們台灣來之後 他們很辛苦 他們要對環境的一個 對環境的一個 這個適應 然後對文化的了解 然後對他們 他們周遭生活環境 如何去適應我們台灣人 然後生了孩子 台灣之子之後 又要照顧台灣之子 然後 上面有公婆的 還要照顧公婆 很多新住民 進來之後 其實他們也是 有的 其實要說 我問他說 你怎麼 在這邊 醫院裡面 照顧你的先生 這麼辛苦 他說我結婚的時候 遠遠的看 真的是還蠻帥的 有模有樣的 但是結婚之後 才知道 耳聾 眼睛看不到 耳聾 眼睛看不到 但是已經結婚了 他們也不 也不希望說 就回去 在這邊就 就地 落地生根 然後就在那邊 生孩子 帶動 帶著他的孩子 跟照顧他的先生 照顧他的公婆 你看這有多辛苦 新住民 雖然也有很幸福的 我們覺得幸福的 我們也是要 對他 也是一個期許 因為他畢竟 要帶著台灣的小孩子 台灣 他所生下來的台灣之子 好好的照顧他們 長大成人 教育方面 各方面的一個照顧 這也是很辛苦 所以在這邊 我一直在 希望我們 這個民政處 下一次的時候 有表揚原住民 某漢母親 也希望要表揚 新住民的某漢母親 這個媽媽到台灣來 如何的辛苦 我們要給她一個鼓勵 才是 你看看很多外籍配偶 新住民 他們到台灣來 我看到菜市場 他們還跟著在菜市場 賣魚賣肉的 真的很辛苦 然後跟著他的夫婿 共同經營家庭 這個我們要值得讚揚 我們要值得表揚 也更要值得對他們 鼓勵跟加油 所以我希望說 在下一次的 某漢母親的表揚 我們希望能夠增加一項 新住民母親 某漢母親的一個表揚 所以我在這邊 我以新手跟新住民的一個 這個比例 來說給你聽 說給大家聽 看看我們需要表揚什麼呢 所以我在這邊 對我們所有新住民的 所有的這個媳婦 媽媽們真的 我們對他們非常的敬仰 所以我們希望 這個處長 你能夠對這項的一個表揚工作 你有什麼樣的看法 請說明一下 謝謝 非常謝謝這個政寧議員的這個提醒跟意見 我想大概有幾個東西 第一個的話就是 關於這個新住民的這個 模範母親 那今年我們其實也把它這個列入 那其實也參考你的意見 那我想就是你說的非常好 非常對 就是整個新住民婦女 到我們這個台灣來 他可能這個除了文化適應之外 可能還包括經濟上面的弱勢 所以這個同樣在這個 承擔母子上面的話 他們的這個辛苦 應該是比別人還要多 所以我們今年也加入了這個 新住民模範母親的表揚 那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的話是 為什麼今年增加這個 新手媽媽的表揚 當初的想法是說 我們基隆市去年的這個人口上面 有一些轉變 我們過去我們在生育率上面的話 都是倒數的 那去年的話 光好是我們整個一個 生育率的這個年增率 是全國第二 那可想而知 當這樣子的現象出現之後 一定有一些這個媽媽 他們有新的一些需求 包括託嬰 包括託育等等之類的 所以我們想要說 透過這樣的一個活動的一個舉辦 然後有所接觸 同時讓這些新手媽媽 知道說我們基隆市有哪些 對婦女友善的 對親子友善的 一些這個一些相關的福利設施 譬如說剛剛講到說託嬰 或者說託育 還包括如果在經濟上弱勢的話 我們還有這個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可以就近的取得協助等等之類的 那這個是我們當初的一個想法 那至於你剛提到說 在這個新手媽媽在這個選拔上面 是不是那麼符合這個定義 這個我想這個是我們在跟區公所 第一次舉辦的時候 可能在溝通上面 沒有溝通那麼具體 所以在人選上面的話 也許是這個 不是那麼恰當 那我想這個東西 我們會在這個繼續做檢討 那其他的我想這個 大概基本上我們 組長我想新手媽媽 不用再檢討了 我希望就是說 所有的新手媽媽 你每一個認送他們 這個奶粉或者是尿布 大家都有一視同能 你如何去比較新手媽媽 誰是比較好的新手媽媽呢 怎麼去比較 你說說看 每一個生也是很痛苦的生 所以說 說真的 每一個人生的時候也是很痛苦的生 然後懷孕十個月 九個月也是很痛苦很辛苦 所以你如何去認定哪一個是比較好的新手媽媽 所以我是覺得 你所有的親手媽媽 每一個人生出來之後 我們就每一個給他們一打尿布 一箱的尿布 或者是奶粉 那我想你更要學一下台中市 台中市目前 今年就要推出實施 就是做葉子 我們市政府補助做葉子 你去問台中市看看 他們今天所辦的 我覺得這很好 到載到他們府上 幫忙他們做葉子 或者是 我們成立一個做葉子中心 政府機關 成立一個做葉子中心 訓練所有的這些 現在我們 我想這個中央部分也在推展 這個二度就業 也就是說 退休之後還可以就業的人員 那麼把這些婆婆媽媽 大家叫進來 然後成立一個做葉子中心 然後給他們受訓研習 當他們可以有就業的機會 有人申請的時候 我們可以就到他府上去 幫他做葉子 那麼幾點 其實像目前做葉子中心很貴 一天就是要兩三千塊錢 那今天假如說我們市政府 能夠為了這些的話 能夠協助他們到載到他們府上 或者是做葉子中心 我們自己成立做葉子中心 讓這些新手媽媽 能夠在做葉子的時候 能夠好好的保養他們的身體 能夠好好的帶著他們 因為寶貝還要洗澡 新手媽媽真的都不會 那假如說我們能夠成立做葉子 這個到載或者是我們成立一個做葉子中心 讓我們新手的媽媽 能夠安心的做葉子 我想你去向台中市政府 去了解他們的狀況 他們今天要推動 而且市民得到市民很多的回響 也很高興 這是台中市第一個 全市裡面第一個的一個做葉子 對做葉子的一個 新手媽媽做葉子的一個服務 那麼我也希望我們也跟進 我也希望我們跟進 希望市也成立一個到載服上去 協助他們做葉子中心的一個成立 我希望你能夠回去 我想你就不用再解釋了 坐下請坐下 那你就回去去了解一下 台中市如何做 我希望下一次個會期 我也要了解你到底進行的怎麼樣 那這個是我是覺得蠻好的一個政策 我們希望我們這個社會處 能夠多加把勁 那麼目前我們社會處 富康發始嚴重的真的是不足 雖然有22輛 那麼104年的時候 那麼服務人次是2,892個人次 但是還是不使用 很多人來向我們求助 三月份所申請的 到現在還沒有 還沒有這個複康發始可以使用 所以這一點我希望我們社會處 能夠加把勁 就是對於身臟 除了這個複康發始 除了這個身臟 我相信私人的老人家 也需要用 所以現在私人的老人家 現在是越來越多 大概我們 加上我們這個身臟的 幾乎都快將近2萬多人 所以22輛的這個富康發始 絕對是不夠用的 我希望市長還有我們社會處處長 能夠向一些愛心人士 愛心團體去募捐 去希望他們能夠捐贈 捐贈這個富康發始 讓這些造福這些身臟人士 還有私人的老人家 我想我們議會同等也有人提出 這個富康計程車 那個計程車的一個團體的一個誠意 那麼我也希望說能夠加把勁 真的所有很多身臟 因為他們一個禮拜要去兩次的復健 一個禮拜要去兩次的復健 那現在我剛剛我手上就有三位 希望要這個富康發始的 到現在還申請不到 有一個三月份申請到現在還沒有 所以我想這個富康發始的一個重要性 我們希望能夠社會處能夠趕快協助 看如何來處理 然後對於沒有申請到的 是不是能夠了解一下狀況 然後請他們安排一個時間 另外一個時間 讓他們能夠有充裕的 可以用到富康發始的一個這個 那個市民的這個市政府的一個德證 也讓他們得到有一個享受這個權益 在這邊我希望社會處能夠多加把勁 那我想請問一下我們那個市長 安樂社區一起都更案 現在目前進行怎麼樣 雖然你現在有一個什麼都更科 那麼我請教都化處處長好了 你是從台北市的都化處過來的 但是你安樂社區一起的都更案 許多的都更案 我們也一直在吹 然後也是一直在問你 到現在還是沒有進展 到底請問一下都化處處長 對於這個安樂社區一起的都更案 那麼請你說明一下謝謝 好謝謝政經議員的吹訊 第一件事情是上次定期會的時候 其實議員都有提醒我們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在已經陸陸續續 因為現在都更條例送到立法院在修法 然後他有相關的一些執法跟相關的規定 這部分我們有給那個一期的部分的更新會員 讓他了解相關的法令 然後另外一件事情是後續要推動想要注意的事情 跟相關的部分 我們也可以協助他們去了解 然後再來是他們有行文過來 是說他們希望可以再爭取後續的推動 然後我們有把相關的法令跟相關的東西 都盡量的去協助他們 趕快去做這個部分 那這部分是要依法令去做這個推動 跟權力關係的整合 這部分我們會積極的再去協助 你都是原地踏步 都是原地踏步 聞來聞去做到什麼了 你有進展到什麼嗎 都沒有 我們每一次的會期都提出來 我們希望都化處 你這邊到底 把你在台北市的經驗帶到季洪市來 可是你還是沒有那個進展 然後一個一個季洪市一個一個都更難 你覺得非常高興的一直在做 但是沒有一件成啊 那這個安樂社區已經這麼久了 我希望你能夠 既然現在有都更科了 我希望你能夠有一個進展 到底怎麼個做法 希望你能夠下一次我們再看看你的進展如何 那你既然 都更科都有了 然後 里長那邊也把所有的資料大概都有齊全了 那你明年就編預算嘛 既然有都更科有了 你明年就編預算 那個 到底進展的規劃的 規劃案的這個經費 要編出來嘛 你明年預算的時候規劃會就要編出來 讓我們一起國宅能夠安心的一個住宅 有住宅可以住 所以我希望說 一起 一起這個地方 其實喔 地非常的很好 非常的適當 其實你都更看辦了之後 你不管是一戶或兩戶 一戶換一戶或怎麼一戶換法 你這個作業程序你就要趕快去處理 不是停頓在那邊一個文來文去 停頓在那一點進展都沒有 那麼將來這個房子 這個地方地段 蓋起來之後 剩餘的部分 你可以當這個國民住宅啊 可以當國民住宅啊 所以我希望說你在加把勁 這個安樂社區一起地段好 然後這個地方又好整你 那麼我希望說 能夠看你什麼一個進展 希望能夠 能夠趕快處理 這是我對你的期望 也希望能夠要快一點 那在這邊我想對於這個 我們安樂區 安樂路跟長庚醫院周遭 以及邁進路 及熱力三街的一個 期末的報告裡面 我請交理處這邊 我們這個期末報告裡面 我們寫得非常好 我覺得也是不錯 那麼一直到接近一路 208巷口都覺得不錯 這改善整個一個 這個交通的一個政策 但是目前為止 我們沒有看到 有沒有變預算 也沒有看到你的進展 那麼這個期末 每一次的這個報告書 每一次所編的這個評估 評估費 我們也是一次又一次的 已經幾乎兩次的一個 這個費用給你們了 可是我們覺得 你做了報告之後 做了這個評估之後 也沒有什麼進展 所以在這邊 我也希望說 我們對於這個 期末報告的一個資料裡面 我們有看到整頓果菜市場的方面 其實果菜市場這個地方 真的很糟糕 我們現在目前已經看到 塵上層這個住戶進來之後 這個地方絕對打結 你不趕快用的話 可能會來不及 那麼我也要請問一下 那個安樂所 安樂所到現在已經沒有人在用了 那已經也算是危險房屋了 怎麼到現在還不拆呢 市長 安樂所 安樂所為什麼到現在還不拆呢 那個地方拆了之後 整個都寬敞起來 現在目前 從安樂所那個地方轉彎的 轉彎的車輛幾乎排得很長 沒有地方可以排了 所以我們希望就是說 安樂所 趕快拆 什麼時候要拆 我想請問市長一下 拆了之後 那個地方空地大起來 那再怎樣的配合 我相信 那個最起碼 有一點點改善的 尤其早上的時候 尖鋒時間的時候 根本這個地方的路口 真的是非常的擠散 請問市長 那個安樂所什麼時候要拆 好 謝謝 曾麗議員的垂詢 這個我剛剛也有跟我們 楊學長確認過了 就是說安樂所那邊原本有一個修 就是說有一個保養廠 不過現在保養廠也牽走了 所以現在整個是沒有在使用 那接下來我想我們會盡快 也編列相關的預算 來做這個拆除的動作 那另外就是我們會一併的 其實現在區公所跟公務處 也已經在做相關的會刊的一個動作 就是橋頭的整個環境的整理 這個我們會未來我想 也並著這個派出所 安樂所的一個拆除 一併來做整理 好 謝謝 謝謝市長的答詢 那我想在這個整個路段 邁進路到國家新城 邁進路到國家新城 國家新城的部分 那麼我們有看到我們情貨報告寫著就是說 熱地三街右轉停止線移動3公尺 那這個是沒有錯 但是其中有一項就是說 熱地三街口90公尺處 化行川線 還有新設行人觸動耗置 與下游的下游道路這個連接 那麼也希望說能夠在這個路口 就是邁進路口的地方 化設轉彎道引線道 還有這個引導整個車輛 我覺得這個非常的好 那但是我不知道你們編預算了沒有 焦履處 所以我預算編了沒有 這個給你們我們所有的評估之後 所有的規劃之後 你們要趕快去執行啊 趕快去編預算啊 什麼都沒有動 然後再來基金一路 基金一路的部分我們也 我比較以重點來講 就是那個後車停的地方 後車停的地方 我們要加做一個這個設置的一個 把這個後車停要加寬 所以河面那個地方要裝置一個 就是一個設置整個的一個 一條半條的道路出來 讓這個後車停能夠往後挪 在那個五輪溪的地方 能夠設置一個這個 應該算是一個設置的一個 加寬的一個道路 這個停車路面 後車停的路面 那我們也沒看到你編預算出來 焦履處你說明一下 跟一座報告 就是主要樂立三街那個地方是比較複雜 就是上一次也有邀請 那個安樂區的所有的一座都有參與 那一座那時候也參與 那里長那邊也有參加 那事實上 針對這個要不要設那個行程穿越道的部分 部分公司是規劃出來是這樣 但是縣長勘察的時候是有一點困 因為它的主要轉彎的半徑 那個大上面的那個貨櫃場 它出來的貨櫃車非常多 所以那個部分 因為它又有一個轉彎 那所以這個部分我們現在還在檢討 那事實上在9月30號的時候 也是到縣長有去看 也只是找里長相關去看 事實上是有點困難 那後製部分我們能調的 那你這個規劃報告做什麼呢 沒有 後製部分能調的 你不尊重專家學者的一個報告 你在做什麼呢 對不對 我們用了錢 請專家學者來做一個評估 一個交通的一個整個的一個動向 那你做了之後 你又自己否決掉 你好像很多事情都否決掉 把很多事情該做的都把它否決掉 不好意思 我們還是follow那個規劃報告 原則上都follow我們的報告 那像那個實質能夠調整的 我們現在已經先調整好了 那比較細節的部分 還要到縣長去勘察 所以因為有些還是要尊重里長的意見 所以這部分我們 里長意見也是要劃斑馬線耶 也是還是要用耶 劃斑馬線部分那個我們會執行 因為我們在上個月才決標 所以這個我們有排路性質 我們希望這條路線 我希望我們交集處要趕快來協助 那麼有關於這個 我們交集處 我說真的 交集處真的是 難怪我們那個誰 我們那個張議員經常在罵你 事實上有很多的一個政策 都已經決定了之後 那麼你又把它否決掉 否決掉之後 讓大家 你說說看 對他來講 真的是非常不公平 那我想企圖轉應戰就好了 已經103年已經答應的事情 已經核准的事情 103年的時候已經核准了 就是說 已經政策公告 公告相關招商作業 104年9月完成這個處商 處商案 這個協議事項 這個都已經完成了 進來也都沒有 所以我在這邊希望 我們安樂轉應戰 你不要再把它變變變沒有了 安樂轉應戰我希望能夠 積極的去協助 讓這個轉應戰能夠趕快成立 那麼讓所有的我們金融市的市民 能夠好好的對這個 上班的時候 對通車的問題來解決 請問一下我們教育處 對於我們 去 去 去 上個會期我曾經提出 團善外食的部分 那我不知道 像目前我們所有的收費 午餐 營養收費 營養午餐收費的標準 都不一樣 都不一樣 那麼 那麼 台北市現在目前是60 我們金融市 到底是多少錢 請簡單說明一下 好 跟一桌這邊報告 為了這一個我們飛機改食品 就是 開始進入校長之後 我們其實整個邀請所有的學校 那還有家長會場 也都來開國會 那現在就是說 在比如說有自設廚房 跟沒有廚房的部分 那基本上就是 金融市的立場就是 我們不加價 也就是照原價 原價多少 原價就是 我們補助的錢 就是 有三百有四百 三百四百 對 就是國小國中錢是不一樣 那在就是 如果是團散的部分 那團散的部分 因為當初 我們的原則是 因為我們考慮到金融 其實弱勢家庭非常的多 所以我們就 就是希望說 不要再跟學生多取 家長多收取費用 就最後開會以後 那基本上是 學校就是說 基本上 反正維持原則就是 如果要加價就是 他們學校會自己去負責 所以也跟 家長都已經達成一個共識 那本府的原則就是 我們希望是 不加價 我當然是希望 不加價 我想 我們因為 我們要比較 台北市 是60塊 我們金融市 是 我知道他們是交25塊 那我們補助是怎麼樣 我不太清楚 那這樣子的一個 現在又改 非基因 非基因那個 那個 那個 非基改 基改 非基改實務 那非基改實務的話 那這個 我們希望說 我們苦不能苦孩子 我們希望能夠 孩子吃得更好 所以這一點 我希望就是說 我們教育處這邊 要再用心一點 其實 我也相信你們能力 根本就不夠 像目前 團善的部分 你還是沒有改 還是沒有改 還是跟去年的造就 所以很多家長 也是在反彈 其實 有了啦 我們 我們現在的原則就是說 如果能夠 因為其實是希望 以量制價 然後 就是又維持既有的 這個 比原來還 就是說 希望能夠維持 這個一定高品質的 一個營養午餐 所以我們的原則就是 第一個 不加價之下 那假設能夠共 共同去團善 就盡量共同傳善 那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比如說 學校有些特殊 他在很山上 他在很山上的話 那他們自己 就是說可以去 雲羅這一塊的費用 那如果說 需要設備 需要我們補助的話 這個我們都會去協助 那甚至是電費 這個我們都已經有考量過 那原則就是 團善的部分 如果能夠集中 就盡量是集中 那 連那個 有廚房的也是一樣 如果可以共同 共同共用廚房 我們也是採共用廚房 所以今年其實都有多 不管是團善就是 我剛剛在講 用區域性的方式去整合 或者是 有整合嗎 有有有有 我可以給你一個詳細表 因為他有做一個非常詳細的表 我再提供給你 好 謝謝 請說一下 那 目前我們也 基隆市 是個海洋城市嘛 那麼 游泳教學 這個是真的是 在我們基隆市 從小開始 來游泳教學 是非常的積極的在教學 那麼 不但這個學生可以自救之外 也可以學到這個運動 那麼 學會之後 小朋友學會之後 到長大 到老年 都可以 應用到這個 游泳的一個技巧 跟技術 那我想這個是 在小學開始 學游泳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我在這邊請問一下 我們教育處 游泳的這個教練 我們有沒有非常嚴格的審核 那麼第二點 就是說 小朋友在快樂學習游泳的時候 那麼我想請問一下 要有沒有分組 是聯合 那個年齡整個混合的在游泳呢 有沒有分組 應該幼稚園的部分 分幼稚園的部分 小學的部分 高中的部分 高中的部分 我想這個很重要 然後我們所有的學校裡面 我們有很多的游泳池 有巴陀國小 安樂國小 深美國小 阮溪國小 地內國小 建德國中 常樂國小 那我記得有很多的學校 是用電瓣加熱 還有鍋爐來加熱的設備 因為每次都在做的時候 都有增加這些設備 那麼這些設備 大概都是 都很多錢 幾百萬幾百萬的加進去 但是我覺得 我發現 沒有一個學校 是溫水游泳池 沒有一個學校在用 我不曉得這些 鍋爐 還有電磅加熱器 到底 我們為什麼 增設了之後 設備有 為什麼不用 所以這一點 我也希望教育處這邊 能夠 好好的去了解一下 這些資源的浪費 然後 這個不是溫水游泳池 真的是 讓我們是覺得 是非常 這個 應該要用還是要用 那麼再來就是 我們目前 我們所有收的費用 每個學校收的費用 完全不一 我希望能夠統一標準 不是說 不是說這個學校 他在應用 他的游泳池的時候 都是四百塊 我了解是 我們交易處規定的 都是四百塊 但是 別的學校來到 學校來 這個學習游泳的時候 他的費用是 只收三百五 三百二 這個標準不一 所以 真正在 學校有游泳池的 他們的學生家長 就提出反彈 為什麼別人是三百五 三百二 我們就要四百塊錢 所以我想這個標準 一定要整個合 你要三百五 就全部都三百五 不要有兩種標準 這樣兩種標準的話 會造成學生家長的不滿 那 別人既然三百五的話 我們也希望三百五 所以我們希望說 大家統一 就是一個 同樣的一個標準 那麼 我也希望說 這個 有沒有抽驗 去驗水 水質有沒有去 經常的去檢驗 那麼衛生局這邊 有沒有去經常派人去 吐查他們的水質的一個檢驗 這個很重要 因為小朋友的皮膚都是非常敏感的 都非常嫩的 我們希望這個水質 那個 PT PH值 水質 必須中性的 那麼我想 這個過去的一個 安全值的一個測試 你們有沒有這個標準 那有沒有常常去 有沒有記錄 這一點 我也要請教一下 還有我們課程的內容 你有沒有去了解 他們課程的內容 到底是怎麼樣 教練的一個資格 是怎麼樣 我們也希望 能夠 這個 我們教育處 能夠 因為喔 真的說實在的 剛剛下去游泳的時候 你沒有很知道他的話 他永遠一輩子 都是錯誤的游泳方式 那這麼多的學生 照理講 一個教練是帶六個五個小孩子 假如說這麼多學生 都是只有一個教練的時候 他們所學的那個游泳 是絕對是不標準的 所以我們也希望能夠 教練方面 能夠 應該增加 還是要應該增加 助理人員 也是應該要增加 所以這一點 我們希望說 教育處這邊 能夠 多多的 這個 注意一下 尤其 有的 我看昨天中華國小 他們畢業 還要每一個人 都要游泳 都要會游泳 所以這一點 我希望說 我們大家 教育處這邊 希望能夠 能夠好好的去 對這個游泳這一塊 尤其是我們基隆市海洋城市 我們也希望能夠 打造出這些 游泳的這些小朋友 讓他們能夠 對這個自救方式 會自救方式 或者是對運動 修行也好 都是非常好的一個游泳 那在這裡我就想 再請問一下 我們教育處 等一下 就希望我要的資料 希望給我就好了 那游泳的部分 那麼 在這邊我想請問一下 那個 我們暑假期間 都有一些 研習 研習營 或暑假營 暑假的這個 夏令營 但是我們 很多家長 都不得而知 等到 像我們消防局也有啦 政風市也有 我去年記得 這個 政風市是 還有五天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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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這個 夏令營 那 消防局也有 文化局也有 還有 警察局也有 我想 這些 這些 夏令營 或這些 研習 我們希望能夠 教育處這邊統籌 上網 讓學生家長 讓這些家長 能夠有所選擇 要不然等到知道的時候 要去報 額滿了 所以一個暑假 他們報不到一個 夏令營 我說有啊 金融市有很多很多的夏令營 那你們應該 去瞭解 他說 根本都不知道 所以我希望能夠統籌 我們教育處這邊 能夠統籌 把這個 暑假的活動 還有夏令營的活動 讓我們家長能夠 即時知道 這樣子的話 或者有時候也有籃球啦 足球啦 還有 還有 跳繩扯鈴 這些都有 都有夏令營 還有 每一個學校都幾乎都有 我們希望能夠統籌起來 然後上網 讓家長們 能夠知道 這一點 是很多家長在反應 我們希望能夠 就像那個救國團 有那個簡章一樣 一張簡章出來之後 大家都知道說 我們應該要往哪一方面 去報名 那麼沒有的話 趕快往哪一方面去報名 所以這一點 我想很多家長 這個資訊的資源 都不太清楚 我們希望能夠 教育處這邊 能夠加把勁 把這個統籌協助 來做這些演習活動 還有暑假的一個設立的活動 我們希望能夠統一來協助 讓他們有一個更充實的暑假 更豐富的一個暑假 這是家長所需求的 那在這邊我想 教育處這邊 我市長的得證 在去年的時候 各學校 五六年級都設有 五十五寸的大電視 但是電視有了 一些軟體 都沒有軟體 我想市長 你對一些資訊 像剛才你說的那些 資訊的廠商 基金會都很熟悉 既然這個樣子的話 我們也希望慢慢建置 這些軟體的設備 不要光讓小朋友看個卡通影片 真正的一個 對於這個 好的軟體 我們也應該 要 設置 不設置的話 這個美意就是扣分了 有這些軟體的話 讓小朋友更多學習的一個機會 我想希望能夠 教科 採購方面 這個軟體採購 我們必須要加把勤 我想下一次 我們要了解一下 你到底 這個軟體的一個設備的一個 到底怎麼樣 所以我在這邊 也希望我們 教育處這邊 能夠對這個軟體 應該多餘 那個 購置 那在這邊 最後我也希望我們 這個教育處這邊 我們 我記得在 縱光台北 縱光里的這個地方 那麼因為 這個道路的設置 其實民國 94年就已經 鄭林議員 就已經有了 我們希望能夠 再好好的去 對交流處好好的 對撞光道路的一個 整個的 這個 改善工程 不是改善工程 道路的規劃 我們希望能夠 私下 我再跟您講 那謝謝我們 市長還有 所有群組的備詢 也謝謝議長 謝謝 好 謝謝我們鄭林議員的 用心的 市政總質詢 我們現在休息 下午 繼續我們市政總質詢 謝謝